以西结书,第一章,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诸天就开了,得见神的意向。 正是约亚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迦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华特特临到不息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手临在他身上。 我观看,线旋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琥珀的颜色,又从其中显出四个火的造物的形象来。 它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 它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体,都灿烂如光明的铜。 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它们四个各有脸和翅膀。 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距各直往前行。 至于脸的形象,它们四个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 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 它们居各直往前行,临往哪里去,它们就往那里去,行走并不转身。 至于火的造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灯的形状。 火在火的造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 这火的造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 我正观看火的造物的时候,现火的造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 轮的形状和做法好像水仓雨。 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 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 至于轮圈,高而可畏,四个轮圈周围满有眼睛。 火的造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 火的造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 灵往哪里去? 他们就往那里去。 他们的灵上升,轮也在他们相对上升,因为火的造物的灵在轮中。 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 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 那些从地上升,轮也相对上升,因为火的造物的灵在轮中。 火的造物的个头上,有穷仓的形象,看着像可谓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椅上。 穷仓以下,他们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个有两个翅膀遮体。 他们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 其说话的声音,像军队的响声。 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 有声音在他们头椅上的穷仓而出。 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 在他们头椅上的穷仓之上,有宝座的形象。 庞浮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庞浮人的形状。 我见从他腰椅上,有庞浮琥珀的颜色。 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右线从他腰椅下,有庞浮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 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 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我一看见,就脸浮在地,又听见一个说话的声音,以西节书第二章。 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对你说话。 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鹫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他对我说,人子啊,我拆你往叛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 他们是叛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 这众紫面无羞耻,心里刚硬。 我拆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叛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 人子啊,虽有荆棘和吉林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 他们虽是叛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 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叛逆的。 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叛逆向那叛逆之家,你要开口,赤我所赐给你的。 我观看,现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 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灾祸的话,以细节书,第三章。 他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 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那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 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 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 你凤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 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 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 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 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面无羞耻,心里刚硬的人。 看啊,我使你的脸强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鹅强过他们的鹅。 我使你的鹅像金刚钻,比伙食更硬。 他们虽是叛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 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 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那时,灵将我提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 我又听见纳华的造物翅膀相碰,与活物相对轮子旋转振动轰轰的响声,于是灵将我举起,提我而去。 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机,但是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我就来到提勒亚币,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坐在他们所坐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了七日。 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坐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你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恶人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 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血。 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确救自己的性命。 再者,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 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血。 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的性命。 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在我身上。 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 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现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脸浮于地。 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 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降门关上。 人子啊,你看,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叛逆之家。 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听的可以听,不听的认他不听,因为他们是叛逆之家。 以西结书第四章。 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耶路撒冷城画在旗上,又围困这城,灶台筑垒,安营攻击,再四围安设撞锤攻城。 又要拿个铁奥,放在你河城的中间,作为铁墙。 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 你也要向左侧卧,承当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 因为我已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三百九十日,作为他们作孽的年数,加在你身上。 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 到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 我给你定规侧卧四十日,一日顶一年。 你要露出绑壁,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 看啊,我要用绳索捆绑你,你便不能辗转,只等你完了困城的日子。 你也要去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小茴香,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要按你侧卧的三百九十日吃这饼。 你所吃的,要按分两吃,每日二十摄克乐,按时而吃。 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一心六分之一,按时而喝。 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烤。 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外邦人中,也必这样吃污秽了的食物。 我说,哎,主耶和华呀,你看,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自死的或被撕碎的, 那可增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 于是他对我说,看啊,我给你牛份代替人份,你要将你的饼烤在旗上。 他又对我说,人子啊,你看,我闭舌断在耶路撒冷的梁杖。 他们吃饼要按分两,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惊慌而喝。 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慌,因自己的罪孽消灭,以细节书第五章。 人子啊,你要拿一把锋利的刀,你要拿一把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法平分。 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枪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击杀,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坠。 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巾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 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国之中,在四围的列邦之内。 他行恶,更改我的典章,过于列国,改变我的律力,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们不从我的典章律力,他们并没有遵行。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增多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力,不紧守我的典章,就连四围列国的规律也不遵从。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实行审判。 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坚行我所未曾行过的,以后我也不再照出行。 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 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散在个风。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是玷污了我的圣索。 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 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 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我必将三分之一散在个风,并要拔刀坠赶他们。 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使所发的烈怒临到他们,自己就得助安慰。 我在他们身上成就烈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事出于热心,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烈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 这样,我必以怒气和烈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 那时,你就在四围的烈国中成为羞辱,击次,教训,惊骇。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那时,我要将灭人,使人饥荒的恶剑就是射去灭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粮食的账,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胜行在你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以西节书第六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说,以色列的众山啊,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岗,溪水,山谷如此说, 看啊,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众高丘,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众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死尸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海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位,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诚意要变为荒场,众高丘必然凄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 你们的众像被砍下,你们的工作被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伤破,是因他们起淫心,远离我,掩对偶像行邪影,他们因犯了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顿足,说,爱在。 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 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 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烈怒中所定的。 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就是个高纲,个山顶,个清脆树下,个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心相给一切偶像的地方。 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伸手,夹在他们身上,是他们的地比矿野,到地伯拉他一切住处更为荒凉。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节书第七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 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 照你一切可憎的是报应你。 我眼闭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地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是刑罚你。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啊,临近了。 结局来了,结局来了,要找寻你。 看啊,来到了。 境内的居民啊,早晨临到你,时候到了,灾祸的日子近了,并非在山上再生的日子。 我快要将我的烈怒清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是报应你。 我眼闭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地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是刑罚你。 你就知道我是击打你的耶和华。 看啊,看啊,日子快到了,早晨已经出来,仗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 强暴兴起,成了罚恶的仗。 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凡属他们的,无意存留,也没有为他们哀哭的。 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 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迈的,因为这一项关乎他们众人。 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 他们已经吹号,预备齐全,却无一人出战。 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 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 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 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手都发软,息弱如水。 要用麻布束腰,被战精所盖,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 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把金子弃掉除去。 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 也不能使杜夫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 论道,耶和华庄是华美的殿,他建立的威严, 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增可厌的下,所以这殿我要使他们远离。 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 他们也必垫污这殿。 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误会我隐秘之所, 强盗也必进去垫污。 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变满流血的罪,成意充满强暴的事, 所以我必使一交民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 我必使强暴人的威势止息,他们的圣索都要被污秽。 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 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 那时,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 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舍的谋略都必断绝。 君要悲哀,王要匹气凉未衣,郭民的手都发产。 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带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节书第八章,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 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 在那里,主耶和华的手淋在我身上。 我观看,现有形象彭腐火的形状, 从他腰椅下的形状有火, 从他腰椅上有光辉的形状,彭腐琥珀的颜色。 他伸出彭腐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柳头发, 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 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门门口, 在那里有触动主怒之相的座位, 就是惹动计邪的。 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 神的荣耀与我在平原所见的意象一样。 神对我说, 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 我就举目向北观看, 献祭坛门的北边, 在门口有着惹记邪的像, 又对我说, 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 就是在此犯这大可憎的事, 使我远离我的圣所, 你看见了吗? 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 他领我到院门口, 我观看, 剑墙上有个洞口。 他对我说, 人子啊,你要挖墙。 我一挖墙, 现有一门。 他说, 你进去, 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 我进去一看, 谁知, 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 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 在这些向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 沙藩的儿子雅萨尼亚也站在其中。 个人手拿香炉, 香得厚云上腾。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 你看见了吗? 他们常说, 耶和华看不现我们, 耶和华已经离弃者的。 他又说, 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 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 谁知, 在那里有妇女坐着, 魏达摩斯哭泣。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看见了吗? 你还要看现比这更可憎的事。 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 谁知, 在耶和华的殿门口, 郎子和祭坛中间, 约有二十五个人背向, 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镜拜日头。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看见了吗? 由大家在此, 犯这可憎的事还算未小吗? 他们在这的变形强暴, 再三惹我发怒, 他们手拿只子举向鼻前。 因此, 我也要以猎怒行事, 我眼闭不顾惜, 也不可怜他们。 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 我还是不听, 以细节书第九章, 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 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 个拿灭命的兵器前来。 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 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 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 腰间带着墨盒子。 他们进来, 站在同济坛旁。 以色列, 神的荣耀本在基禄帛上, 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 神将那身穿细麻衣, 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召来。 耶和华对他说, 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 那些阴城中所行可憎之事, 叹息哀哭的人, 话记号在额上。 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 要跟随他走遍全城, 以行击杀。 你们的眼不要顾惜, 也不要可怜他们。 要将年老的、年少的、 病处女、 婴孩和妇女, 从我圣所起, 全都杀尽, 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尽他。 于是, 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 他对他们说, 要污秽这点, 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 你们出去吧。 他们就出去, 在城中击杀。 他们击杀的时候, 我被留下, 我就脸浮在地, 喊着说, 哎, 主耶和华啊, 你将恋怒青在耶路撒冷, 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 他对我说,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 边地有流血的事, 满城有奸恶, 因为他们说, 耶和华已经离弃着的, 耶和华看不现我们。 故此, 我眼蔽不顾惜, 也不可怜他们, 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 不料, 那穿戏麻衣, 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 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 以细节书第十章。 我观看, 见基路伯头上的穷仓之中, 显出蓝宝石的形状, 彭扶宝座的形象。 主对那穿戏麻衣的人说, 你进去, 在轮内基路伯以下, 从基路伯中尖将火炭取满两手, 撒在城上。 我就见他进去。 那人进去的时候, 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 云彩充满了内院。 那时, 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 停在门槛一上, 殿内满了云彩, 愿意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 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 好像全能者神说话的声音。 他吩咐那穿戏麻衣的人说, 要从轮内基路伯中间取火。 那人就进去, 站在一个轮子旁边。 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 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 取些放在那穿戏麻衣的人两手中, 那人就拿出去了。 在基路伯翅膀之下, 显出有人手的样式。 我又观看, 见基路伯旁边有四个轮子。 这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 那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 每基路伯都是如此, 轮子的外貌, 彭腐水仓域的颜色。 至于四轮的形状, 都是一个样式, 仿若轮中套轮。 文行走的时候, 向四方都能直行, 并不掉转。 投向何方, 他们也随向何方, 行走的时候并不掉转。 他们全身, 连背带手和翅膀, 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 这四个基路伯的轮子, 都是如此。 至于这些轮子, 我耳中听见有呼叫他们, 轮子啊。 基路伯各有四脸, 第一是基路伯的脸, 第二是人的脸, 第三是狮子的脸, 第四是鹰的脸。 基路伯升上去了, 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现的活的造物。 基路伯行走, 轮也在旁边行走。 基路伯展开翅膀, 离得上升, 轮也不转离他们旁边。 那些站住, 这些也站住, 那些上升, 这些也一同上升, 因为活的造物的灵在轮中。 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离开, 停在基路伯椅上。 基路伯出去的时候, 就展开翅膀, 在我眼前离得上升。 轮也在他们的旁边, 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 在他们椅上, 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现, 以色列神荣耀以下活的造物, 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 各有四个脸面, 四个翅膀, 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 至于他们脸的模样, 并身体的形象, 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现的。 他们居各直往前行, 以细节书第十一章, 灵又将我举起, 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 谁知, 在门口有二十五个人, 我现其中有民间的首领 亚硕的儿子亚撒尼亚 和比拿亚的儿子皮拉提。 耶和华就对我说, 人子啊, 这就是图谋恶计的人, 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 他们说, 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 这城市锅, 我们是肉。 人子啊, 因此你当说预言, 说预言攻击他们。 耶和华的, 灵将在我身上, 对我说, 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家呀, 你们个人口中所说的, 心里所想的, 我都知道。 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 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 这城就是锅, 我却要把你们从其中被带出去。 你们怕刀剑, 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 交在外邦人的手中, 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 你们必倒在刀下, 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 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 我却要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力, 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 却随从你们四位一交之民的风俗而行。 我正说预言的时候, 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 于是我脸浮在地, 大声呼叫说, 哎,主耶和华啊, 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净进吗?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 你的本族, 你的亲属, 以色列全家, 就是对大众说, 你们远离耶和华吧。 这地是赐给我们畏业的。 所以你当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抛到一交民中, 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 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 做他们的小圣所。 你当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甚至我必从众民中招聚你们, 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 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 他们必到那里, 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增可厌的物。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 也要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 赐给他们肉心,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增可厌之物的, 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于是, 基禄伯展开翅膀, 轮子都在他们旁边, 在他们椅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 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 然后灵将我提起, 在异象中借着神的, 灵将我带进迦勒底地, 到被掳的人那里, 我所现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 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 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 以西节书第十二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住在叛逆的家中。 他们有眼睛看不见, 有耳朵听不见, 因为他们是叛逆之家。 所以人子啊, 你要预备迁移使用的物件, 在白日荡, 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 移到别处去, 他们虽是叛逆之家, 或者可以揣摩思想。 那时, 你要在白日荡, 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 好像预备迁移使用的物件。 到了晚上, 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 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 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 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 到黎明时, 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 你要蒙住脸, 使你看不见的, 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 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 白日带出我的物件, 好像预备卤去使用的物件。 到了晚上, 我用手挖通了墙, 黎明的时候, 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 此日早晨,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 就是那叛逆之家, 岂不是问你说, 你做甚魔呢?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担子。 你要说, 我做你们的预兆, 我所行得怎样, 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 他们必被牵移掳去。 他们中间的君王, 也必在黎明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 他们要挖通了墙, 从其中带出去。 他必蒙住脸, 眼看不现地。 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 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 我必带他到迦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 他虽死在那里, 却看不现那地。 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 我必分散个风, 也要拔刀追赶他们。 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 分散在列邦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 饥荒, 瘟疫, 使他们在所到的一交民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吃饼必胆战, 喝水必惶惶忧虑。 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 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的主耶和华如此说, 他们吃饼必忧虑, 喝水必惊慌。 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是, 这地必然荒废, 一无所存。 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 地也必变为荒废,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 说日子迟延, 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 故此, 你要告诉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这俗语止息, 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 你却要对他们说, 日子临近, 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 从此, 在以色列家中, 必不再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 我耶和华说话, 所说的必定成就, 不再单言。 你们这叛逆之家呀, 我所说的话, 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岂不看见以色列家的人说, 他所现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话没有一句再单言的, 我所说的必定成就。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节书》第十三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 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鱼丸的先知有祸了, 他们随从自己的心灵, 却一无所限。 以色列啊, 你的先知好像荒漠中的狐狸, 没有上去独挡破口, 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篱笆, 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 这些人所现的是虚假, 是谎诈的占卜。 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 其实耶和华并没有拆遣他们, 他们倒使别人盼望他们使那话立定。 你们岂不是献了虚假的意象吗? 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 你们说, 这是耶和华说的, 其实我没有说。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因你们说的是虚假, 献的是谎诈, 我就与你们反对。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的手必夹在那件虚假意象, 用谎诈占卜的先知身上, 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 不录在以色列家的策上, 也不进入以色列地, 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 说平安。 其实没有平安, 就像有人立起墙壁, 看啊, 他们倒用未炮透的灰泥抹上。 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炮透灰泥的人说, 墙要倒塌, 必有暴雨漫过。 大冰薄啊, 你们要降下, 狂风也要吹裂这墙。 看啊, 这墙倒塌之后, 人岂不问你们说, 你们抹上未炮透的灰在哪里呢?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在我烈怒中使狂风吹裂这墙, 在我怒中使暴雨漫过, 又在我烈怒中降下大冰雹, 毁灭这墙。 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位炮透灰泥所抹的墙, 拆平到地, 以至根基露出, 墙壁倒塌, 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这样向墙和用味炮透灰泥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并要对你们说, 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 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 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 为这承见了平安的一项, 其实没有平安。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人子啊, 你要照样面向本民中, 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 攻击他们,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些妇女有祸了, 他们为众人的绑壁缝靠枕, 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 为要猎取人的性命。 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 把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救活吗? 你们为两把大麦, 喂几块饼, 在我民中玷污我, 对肯听你们说谎的民说谎, 杀死不该死的人, 救活不该活的人。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 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 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 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绑壁上扯去, 是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 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 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 不再被猎取, 落在你们手中。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不时一人伤心, 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 又兼顾恶人的手, 应许恶人的声, 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 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想, 也不再行占卜的事, 因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 您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十四章, 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 坐在我面前。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人子啊, 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偶像立在心里, 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 所以你要告诉他们,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家的人中, 凡将他的偶像立在心里, 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又救了先知来的, 我耶和华便按他众多的偶像回答他, 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 因为他们都借着偶像与我生疏。 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懊悔吧, 离开你们的偶像, 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 因为以色列家的人, 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 凡与我隔绝, 将他的偶像立在心里, 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又救了先知来要为我的事求问他的, 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 我必向那人变脸, 使他成了警戒, 俗坦, 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捡出,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先知若被迷惑说了圣魔, 是我耶和华人那先知受迷惑, 我也必向他伸手, 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 他们必担当自己罪孽的刑罚。 先知的刑罚和求问之人的刑罚都是一样, 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 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 只要做我的子民, 我做他们的神。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若有一国大大犯罪干犯我, 我就向这国伸手折断粮食的账, 使饥荒临到那地, 将人与牲畜从其中捡出, 其中虽有挪亚, 但以礼, 约伯这三人, 他们只能因他们的, 抑救自己的性命。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若使恶兽经过遭建纳的, 使地荒凉, 以致因这些兽, 人都不得经过, 虽有这三人在其中,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事, 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 只能自己得救, 纳帝仍然荒凉。 或者, 我使刀剑临到纳帝, 说, 刀剑啊, 要经过纳帝, 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捡出, 虽有这三人在其中,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事, 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 只能自己得救。 或者, 我叫瘟疫流行纳帝, 使我带血的列怒轻在其上, 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捡出, 虽有挪亚, 但以理, 约伯在其中,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事, 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 只能因他们的, 抑救自己的性命。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将这四样大灾, 就是刀剑, 饥荒, 恶兽, 瘟疫, 降在耶路撒冷, 将人与牲畜从其中捡出, 岂不更重吗? 然而, 其中必见有剩下的人, 他们连儿带女, 必带到你们这里来, 您看见他们所行所谓的, 要因我想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 便得了安慰。 您看见他们所行所谓的, 得了安慰, 就知道, 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 并非无故。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以西节书第十五章, 耶和华的话林道我说, 人子啊, 葡萄树比别样树有肾磨强处, 比林中种树里的一枝有肾磨强处, 其上可以取木料, 做肾磨功用吗? 或是人可以取来做钉子, 挂肾磨器皿吗? 看啊, 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 火即烧了两头, 中间也被烧了, 还合乎功用吗? 看啊, 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肾磨功用, 何况被火烧坏, 还能合乎肾磨功用吗?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林中种树以内的葡萄树, 我怎样使他在火中当柴, 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 我必向他们变脸, 他们虽从一处的火中出来, 别处的火却要吞灭他们。 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地土荒凉, 因为他们犯了罪,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以西节书第十六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 说, 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 你根本, 你出世是在迦南地, 你父亲是亚摩利人, 你母亲是赫人, 论到你出世的景况, 在你出生的日子, 没有为你断气带, 也没有用水洗你, 使你柔嫩, 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 也没有用不裹你, 谁的盐也不可怜你, 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 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 是因你被厌恶, 我从你旁边经过, 陷你在自己的血中被染污, 我在你仍在自己血中的时候, 就对你说, 仍可存活, 就是我在你仍在自己血中的时候, 我对你说, 仍可存活, 我使你生长, 好像田间所发的芽, 你就长大成人, 以致极其俊美, 凉辱成形, 头发长成, 虽然你仍然赤身露体, 我从你旁边经过关看你, 陷你到了震动爱情的时候, 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 遮盖你的赤体, 又向你启示, 与你结盟, 你就归于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那时我用水洗你, 洗净你身上的血, 又用油磨你, 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 脚穿欢皮鞋, 并用细麻布给你竖腰, 用丝绸微衣披在你身上, 又用装饰打扮你, 将镯子戴在你手上, 将链子戴在你巷上, 我也将装饰戴在你前额上, 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 将滑关戴在你头上, 这样, 你就有金银的装饰, 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 并绣花衣, 吃的是细面, 蜂蜜, 并油, 你也极其美貌, 发达到成为异国, 你美貌的名声传在一交民中, 你十分完全, 是因我夹在你身上的俊美,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 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鞋饮, 你纵情苟合, 使过路的任意而行, 你用衣服, 为自己在高处结彩, 在其上行鞋饮, 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 也必不再行了, 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 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 与他们犯了邪隐, 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们披上, 并将我的告油和香料摆在他们跟前, 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 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 油和蜂蜜, 都摆在他们跟前为新香的供物,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们, 你行因乱起是小事, 竟将我的儿女杀了, 使他们惊火归于他们吗? 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 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 在自己的血中被染污的日子, 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 主耶和华说, 你有祸了, 有祸了, 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 在个街上做了高台, 你在一切路口上建造高台, 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 又向一切过路的张腿多行淫乱, 你也和你邻邦放纵肉体的埃及人犯了奸瘾, 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 看啊, 因此我伸手攻击你, 减少你应用的粮食, 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式众女, 使他们任意待你, 他们见你的淫行, 为你羞耻, 你因贪色无厌, 又羽压数人行了淫妇所行的, 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 并且在迦南地多行淫乱, 直到迦勒底, 你仍不满意, 主耶和华说, 你行这一切事, 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 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 因你在一切路口上建造圆顶花楼, 在个街上做了高台, 你却藐视赏赐, 不像妓女, 却导作奸淫的妻, 宁肯接外人, 不接丈夫, 凡淫妇是得人赠送, 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 故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 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 因为不是人从你兼淫, 你既赠送人, 人并不赠送你, 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 所以妓女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的污秽倾了, 你与你所爱的行淫露出裸体, 又因你拜一切可憎的偶像, 流儿女的血献给他, 所以看啊, 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 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 从此为攻击你, 又将你的裸体露出, 使他们看见了, 我也要审判你, 好像官长审判通奸, 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 我因烈怒记恨, 使血归到你身上, 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 毁坏你的高台, 剥去你的衣服, 夺去你的华美宝器, 留下你赤身露体, 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 用石头打死你, 用刀剑刺透你, 用火焚烧你的房屋, 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 我必使你不再行淫, 也不再赠送于人, 这样, 我就使我向你发得烈怒止息, 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 我要安静不再恼怒, 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 反倒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 所以看啊, 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 你就不再在一切可憎的事上泛着淫乱,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看啊, 凡说俗语的必用俗语攻击你, 说母亲怎样, 女儿也怎样, 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 厌弃丈夫和儿女, 你正是你姊妹的姊妹, 厌弃丈夫和儿女, 你母亲是赫人, 你父亲是亚摩利人, 你的子子是撒玛利亚, 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 你的妹妹是索多玛, 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右边, 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 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 你以那为小事, 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妹妹索多玛与她的众女, 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 看啊, 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 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 粮食饱足, 大享安逸, 并没有扶住困苦和穷发人的手, 他们狂傲, 在我面前犯了可憎的事, 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 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 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 使你的姊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 倒显位义, 你既是断定你姊妹的, 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 他们就比你更显位义, 你既是你的姊妹显位义, 你就要爆亏担当自己的羞辱, 在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归回, 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 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的时候, 也叫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 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 并以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的安慰, 你就爆亏, 你的妹妹索多玛和他的众女, 必归回原位, 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 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 在你骄傲的日子, 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所多玛, 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以先, 那受了凌辱的叙利亚众女, 和叙利亚众为非利式的众女, 都恨恶你, 藐视你, 耶和华说, 你淫乱和可憎的事, 你已经担当了,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这清看誓言, 背弃蒙约的, 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 然而, 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于你所立的约, 也要与你立定永约, 你接待你子子和你妹妹的时候, 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 并且, 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 却不是按着前约, 我要坚定于你所立的约,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使你在我因你一切所行而发的愤怒止息的时候, 心里追念, 自觉暴愧, 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细节书》第十七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向以色列加出谜语, 设比喻, 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有一大鹰, 翅膀大, 零毛长, 羽毛丰满, 彩色俱备, 来到黎巴嫩, 将香柏树最高处的枝子摘去, 就是折去香柏树紧间的嫩枝, 带到贸易之地, 放在买卖城中, 又将以色列的的枝子, 在于肥田里, 插在大水旁, 如插柳树, 就渐渐生长, 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 其枝转向纳鹰, 其根在鹰以下, 于是成了葡萄树, 生出枝子, 发出小枝, 又有一大鹰, 翅膀大, 羽毛多, 谁知, 这葡萄树从栽种的梨沟中, 向这鹰弯过根来, 发出枝子, 好的它的浇灌, 这树栽于肥田大水的旁边, 好生枝子, 结果子, 成为佳美的葡萄树, 你要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 应其不拔出它的根来, 剪除它的果子, 使它枯干, 使它发的嫩叶都枯浅了吗, 也不用大力和多民, 就拔出它的根来, 看啊, 葡萄树虽然栽种, 岂能发旺呢, 一惊东风, 岂不全然枯浅吗, 必在生长的梨沟中枯浅了,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你对那叛逆之家说, 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 你要告诉他们说, 看啊, 巴比伦王要到耶路撒冷, 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 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 从以色列王的后裔中, 取义人与他立约, 使他发誓, 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 使国低威不能自强, 唯因首盟约得以存力, 他却背叛巴比伦王, 打发使臣往埃及去, 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米, 他岂能亨通呢, 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 他被曰岂能得救呢, 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 背弃王与他所立的曰,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事, 他定要死在立他作王, 巴比伦王的京都, 敌人助累灶台, 与他打仗的时候, 为要捡出多人, 法老虽领强盛的军兵和大群众, 还是不能帮助他, 他轻看誓言, 背弃盟约, 已经投降, 却又做了这一切的事, 他必不能逃脱,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事, 他既轻看止我所起的事, 被弃止我所立的约, 我必要使报应归在他头上, 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 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 我必带他到巴比伦, 并要在那里, 因他干犯我的罪行罚他, 他的一切军队, 凡逃跑的都必倒在刀下, 所剩下的也必分三个封, 您就知道, 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枪香柏树最高处的枝子摘取栽赏, 就是从井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 栽于极高的山上, 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 他就生枝条, 结果子成为加美的香柏树, 各类飞鸟都必塑在旗下, 就是塑在枝子的阴下, 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 我耶和华是高树矮小, 矮树高大, 青树枯浅, 枯树发旺, 我耶和华如此说, 也如此行了, 以西节书第十八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你们在以色列地, 怎么用这俗语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女的牙酸倒了呢?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们在以色列中, 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阴语, 看啊, 世人都是属我的, 为父的怎样属我, 为子的也照样属我, 犯罪的, 他必死亡, 人若是公义, 且行政确与合法的事, 未曾在山上吃过记偶像之物, 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 未曾玷污邻居的妻, 未曾在妇人的荆期内亲近他, 未曾欺压人, 乃将欠债之人的抵押还给他, 未曾抢夺人的物件, 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 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 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药, 缩手不作罪孽, 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 遵行我的律例, 谨守我的典章, 按诚实行事, 这人是公义的, 必定存活。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他若生一个儿子, 做强盗, 是留人写的, 不行以上所说之善, 反行其中之恶, 乃在山上, 吃过既偶像之物, 并玷污邻居的妻, 欺压困苦和穷乏的人, 抢夺人的物, 未曾将抵押还给人, 仰望偶像, 并犯可憎的事, 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向借粮的弟兄多药, 这人岂能存活呢? 他必不能存活, 他行了这一切可憎的事, 必要死亡, 他的血必归到他身上, 他若生一个儿子, 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思量, 不照样去做, 未曾在山上, 吃过鸡偶像之物, 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 未曾玷污邻居的妻, 未曾欺压人, 未曾取人的抵押, 未曾抢夺人的物件, 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 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 缩手不害贫穷人, 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夺药, 他顺从我的典章, 遵行我的律例, 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 定要存活, 至于他父亲, 因为欺人太甚, 抢夺他兄弟, 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 看啊, 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你们还说, 这是未甚魔呢? 儿子岂不应担当父亲的罪孽魔? 儿子行了正确与合法的事, 谨守遵行了我的一切律例, 他必定存活, 唯有犯罪的, 他必死亡, 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 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 一人的义必归自己, 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恶人若肯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恶, 谨守我一切的律例, 行政确与合法的事, 他必定存活, 不致死亡, 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再被提说, 因所行的义, 他必存活, 主耶和华说, 恶人要死, 岂是我喜悦的吗? 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 一人若转离一行而做罪孽, 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 他岂能存活吗? 他所行的一切义都, 不再被提说, 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 你们还说, 主的道不公平, 以色列家啊, 你们当听, 我的道起不公平吗? 你们的道起不是不公平吗? 一人若转离一行而做罪孽死亡, 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 再者, 恶人若回头离开所犯的恶, 行政确与合法的事, 他必将性命救活了, 因为他思量, 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 必定存活, 不止死亡, 以色列家还说, 主的道不公平, 以色列家啊, 我的道起不公平吗? 你们的道起不是不公平吗? 所以, 主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啊, 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 你们当懊悔, 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 这样, 罪孽必不是你们败亡, 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 自作一个心心和心灵, 以色列家啊, 你们何必死亡呢? 主耶和华说, 我不喜悦纳死人之死, 所以你们当回头, 使你们得以存活, 以西结书第十九章, 此外, 你当为以色列的王做起哀歌, 说, 你的母亲是圣魔呢? 是个母狮子, 敦伏在狮子中间, 在少状狮子中养育小狮子, 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 成了少状狮子, 学会抓食而吃人, 列国听见了, 就把驼捉在他们的坑中, 用锁链拉到埃及的去, 母狮见自己等候施了盼望, 就从他小狮子中, 又将一个养为少状狮子, 驼在重狮子中上去下来, 成了少状狮子, 学会抓食而吃人, 驼知道列国荒凉的宫殿, 又使他们的诚意变为荒场, 阴驼咆哮的声音, 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 于是, 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驼, 将往撒在驼身上, 坐在他们的坑中, 他们用锁链锁住驼, 将驼放在笼中, 带到巴比伦王那里, 将驼放入垒中, 使驼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 你的母亲好像葡萄树, 在你血中栽于水旁, 因为水多, 就多结果子, 满生枝子, 生出坚固的枝干, 可作长全者的账, 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 而且它生长高大, 枝子繁多, 源源可见, 但这葡萄树因烈怒被拔出摔在地上, 东风吹前旗上的果子, 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 被火烧毁了, 如今灾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 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 吞灭果子, 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 可作长全者的账, 这是哀歌, 也必用以作哀歌, 以希节书第二十章, 第七年五月初十日, 由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 耶和华坐在我面前, 那时,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 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来是求问我吗?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不被你们求问, 人子, 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 你当时他们知道, 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当日我拣选以色列, 向雅各家的后裔启示, 在埃及的将自己向他们显现, 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那日, 我向他们启示, 必领他们出埃及地, 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 那地在列国中是有荣耀的, 我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 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他们却叛逆我, 不肯听从我, 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 不离弃埃及的偶像, 我就说, 我要将我的列怒清在他们身上, 在埃及的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我却为我明的缘故, 没有这样行, 免得我明在他们所住的一郊之民眼前被电辱, 我领他们出埃及的, 在这列国人的眼前, 将自己向他们显现, 这样, 我就是他们出埃及地, 领他们到旷野, 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 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 人若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 好在我与他们中监委证据, 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 以色列家却在旷野叛逆我, 不顺从我的律例, 藐视我的典章, 人若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大大玷污我的安息日, 我就说, 要在旷野将我的列怒清在他们身上, 灭绝他们, 我却为我名的缘故, 没有这样行, 免得我的名在, 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异交之民眼前被垫辱, 并且, 我在旷野向他们启示, 必不领他们, 进入我所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 那的在列国中, 是有荣耀的, 因为他们藐视我的典章, 不顺从我的律例, 玷污我的安息日, 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 虽然如此, 我眼人顾惜他们, 不毁灭他们, 不在旷野将他们灭绝静静, 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 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 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 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且以我的安息日为生, 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未证据, 使你们知道,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只是他们的儿女叛逆我, 不顺从我的律例, 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人若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玷污我的安息日, 我就说, 要将我的烈怒清在他们身上, 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虽然如此, 我却为我明的缘故, 缩手没有这样行, 免得我的明在, 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异交之民眼前被电辱, 我也在旷野向他们启示, 必将他们分散在异交民中, 四散在列邦, 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 竟藐视我的律例, 玷污我的安息日, 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 所以我也给他们那些不美的律例, 并那些不能使人活着的恶归, 因他们将一切投生的惊火, 我就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世上玷污自己, 好叫他们凄凉, 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人子, 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世上亵渎我, 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他们看现个高山, 各冒秘书, 就在那里献祭, 奉上惹我发怒的贡务, 也在那里焚烧心香的祭生, 并交上殿祭, 我就对他们说, 你们所上的那高丘叫慎魔呢, 那高丘的名字叫巴马直到今日,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仍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 仍照他们可憎的是犯邪淫吗? 你们奉上礼物, 是你们儿子惊火的时候, 仍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 直到今日, 以色列家呀, 我岂被你们求问吗?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不被你们求问。 你们说, 我们要像一交的民和列国的宗族一样, 去使凤木头与石头, 你们所起的这心意, 必不能成就。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总要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榜臂, 定清出来的列怒, 治理你们。 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榜臂, 定清出来的列怒, 将你们从众民中领出来, 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 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 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 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 刑罚你们的列祖, 也必照样刑罚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 使你们被约拘束。 我必从你们中兼处境叛逆和得罪我的人, 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 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家啊, 至于你们,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从此以后, 若不听从我, 就任凭你们去世奉偶像, 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武和偶像, 垫如我的圣名。 主耶和华说, 在我的圣山, 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 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是奉我。 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 向你们要供武和出赎的土产, 并一切的圣物。 我从众民众领你们出来, 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 那时我毕约纳你们, 好像新乡之计, 我要在异交的民钱, 在你们身上显未胜。 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就是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 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们在那里, 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位, 又要因所犯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 主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啊, 我为我明的缘故, 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南方, 向南低下言语, 并发语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 对南方的树林说,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使火在你中间这起, 吞灭你中间的一切青树和枯树, 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 从南面到北面都被烧焦, 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 是我耶和华时火灼起, 这火必不熄灭。 于是我说, 哎, 主耶和华啊, 人都指着我说, 他岂不是说比喻吗, 就被捉住, 你这亵渎我, 行恶的以色列王啊, 罪孽的尽头到了, 受报的日子已到。 主耶和华如此说, 当初吊关, 摘下面, 景况必不再向先前, 要使卑者升位高, 使高者降位卑, 我要将这国轻赋, 轻赋, 而又轻赋, 这国就必不再有, 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 我就赐给他。 人子啊, 要发预言说, 主耶和华论到亚门人和他们的凌辱, 吩咐我如此说, 有刀, 有拔出来的刀, 已经擦亮, 未行杀戮, 阴刀闪亮, 以行灭绝。 人为你献虚假的异象, 行谎诈的占卜, 使你倒在被杀之恶人的景象上, 他们罪孽到了尽头, 受报的日子已到, 我岂可使刀收入鞘, 在你被创造之处, 生长之地, 我必行罚你, 我必将我的脑恨倒在你身上, 在我烈怒的火中将火喷在你身上, 又将你浇在善于杀灭的畜类人手中, 你必当柴被火焚烧, 你的血必留在国中, 你必不再被纪念。 因为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以西节书第22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现在要审问, 审问这流人血的成吗? 你必能把他一切可憎的事, 给他指明。 你要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爱, 这程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 叫他受报的日期来到, 又做偶像玷污自己, 陷害自己。 你因流了人的血就为有罪, 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 使你受报之日临近, 报应之年来到。 所以, 我叫你受易交民的凌辱和列国的计较, 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 那些离你近, 离你远的都必计较你。 看啊, 以色列的首领各成其能, 在你中间流人之血, 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 有欺压做客旅的, 有恶待无父之人和寡妇的, 你藐视了我的圣武, 亵渎了我的安息日。 在你中间有搬弄是非流人血的, 有在山上吃鸡偶像之物的, 有犯淫乱的, 在你中间有漏他们父亲裸体的, 有垫乳月经不洁净之妇人的。 这人与邻居的妻犯了可憎的事, 那人行淫玷而复, 还有垫乳同父之姊妹的。 在你中间有未流人血受贿赂的, 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 且因贪得无厌, 勒索邻居夺取财物, 竟忘了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看啊, 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 和你中间所流的血, 就拍掌叹戏。 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 你的心还能忍受吗? 你的手还能有力吗? 我耶和华说了这话, 就必照着行。 我必将你分散在一交民中, 四散在列邦, 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 你必在一交民的眼前, 因自己所行的自取其业,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 他们都是炉中的铜、 锡、铁、铅、 都是银渣子。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们都成为渣子, 所以看啊, 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 人怎样将银、 铜、铁、铅、 锡聚在炉中, 吹火融化, 照样我也要在我怒气和烈怒中, 将你们聚集留在城中, 融化你们。 我必聚集你们, 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在其中融化。 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 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 你们就知道, 我耶和华是将烈怒倒在你们身上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对着的说, 你是未得洁净之地, 在恼恨的日子也没有与下在你以上。 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 如咆哮的狮子抓死掠物。 他们吞灭人民, 夺取财宝, 使这里多有寡妇。 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 亵渎我的圣物, 不分别圣的和亵渎的, 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 我也在他们中间被泄满。 其中的首领, 庞扶豺狼, 抓死掠物, 杀人流泻, 伤害人命, 要得不义之财。 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味炮透的灰泥抹墙, 就是为他们见虚假的异象, 用谎诈的占卜, 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其实, 耶和华没有说。 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 惯性抢夺, 苦待困苦穷乏的, 他们背离欺压做客旅的。 我在他们中尖寻找一人重修篱笆, 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灭绝这国, 却找不着一个。 所以我将我的脑恨倒在他们身上, 用我烈怒地火灭了他们, 照他们所行地报应在他们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节书》第二十三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有两个女子, 是一母所生, 她们在埃及犯了血隐, 在幼年时犯了血隐, 人在那里挤她们的乳, 压伤她们做处女的乳头。 她们的名字, 子子名叫阿赫拉, 妹妹名叫阿赫利巴, 她们都是属我, 生了儿女。 她们的名字乃是这样, 阿赫拉就是撒玛利亚, 阿赫利巴就是耶路撒冷。 阿赫拉属我之后行邪隐, 贪恋所爱的人, 就是她的邻邦亚树人。 这些人都穿蓝衣, 做军长, 官长, 兜骑着马, 是可悦的少年人。 阿赫拉就这样与凡亚树中特选的男子, 放纵银行, 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 玷污自己。 他也没有离开从埃及带来的淫乱, 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 埃及人与他同情, 抚摸他做处女的的乳, 纵予与他同情。 因此, 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 就是他所恋爱的亚树人手中。 他们就露了他的裸体, 掳掠他的儿女, 用刀杀了他, 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 因他们向他施行审判。 他妹妹阿和丽巴虽然看见了, 却还纵欲, 比他子子更坏, 行淫乱比他子子更多。 他贪恋邻邦的亚树人, 就是穿极华美的衣服, 骑着马的军长, 官长, 都是可阅的少年人。 我看见他被玷污了, 他姊妹二人同行一路, 阿和丽巴又加增隐形, 因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 就是用单红色所画家乐底人的像, 腰间细着带子, 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 都是军长的形状, 仿照巴比伦人的形象, 他们的故土就是迦勒底。 阿和丽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 打发使者往迦勒底去献他们。 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的床, 与他行淫玷污他。 他被玷污, 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 这样, 他显露银行, 又显露裸体, 我心就与他生疏, 像先前与他子子生疏一样。 他宣加增他的银行, 追念他幼年在埃及的行邪银的日子, 贪恋情人身壮如驴, 金足如马。 这样, 你就想起你幼年的银行。 那时, 埃及人在你幼年的凉乳擦你的乳头。 阿和丽巴呀,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兴起你先爱而后生疏的人来攻击你, 我必领他们来, 在你四围攻击你。 所来的就是巴比伦人, 迦勒底的众人, 比戈人, 舒亚人, 戈亚人, 同住他们的还有亚述众人, 乃是做军长, 官长, 做大臣有名声的都骑驻马, 是可跃的少年人。 他们必带战车, 火车, 车轮, 率领大众来攻击你。 他们要拿挡牌盾牌, 顶盔摆阵, 在你四围攻击你。 我要在他们面前设立审判, 他们必按照自己的条例审判你。 我必以记恨攻击你, 他们必以愤怒伴你。 他们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 你余生的人必倒在刀下。 他们必掳去你的儿女, 你所余生的必被火焚烧。 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 夺去你华美的宝器。 这样, 我必使你的银行和你从埃及的染来的淫乱止息了, 使你不再仰望亚树, 也不再追念埃及。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中, 就是你心与他生疏的人手中。 他们必以恨恶伴你, 夺取你一切劳碌的来的, 留下你赤身露体。 你淫乱的裸体, 连你的银行, 带你的淫乱都被显露。 我必向你行这些事, 因为你随从一交的民行邪隐, 又因为你被他们的偶像玷污了。 你走了你子子所走的路, 所以我必将他的杯交在你手中。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必喝你子子所喝的杯, 那杯又深又广, 成得甚多, 使你被人吃笑几次。 你必名鼎大罪, 满有愁苦, 喝钱你子子撒玛利亚的杯, 就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 你必喝这杯, 以致喝尽。 你必打碎其中的杯片, 撕裂自己的乳, 因为这是我曾说过。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忘记我, 将我丢在背后, 所以你要担当你淫行和淫乱的报应。 耶和华又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审问阿和拉与阿和利巴吗? 当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 他们行饮, 手中有杀人的血, 又与偶像行饮, 并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 惊火烧给偶像。 此外, 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 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索, 亵渎了我的安息日。 他们杀了儿女, 现于偶像, 当日诱入我的圣索, 将圣索亵渎了。 看啊, 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 况且, 你们二父打发使者, 去情远方人。 使者到他们那里, 看啊, 他们就来了。 你们为他们沐浴几身, 粉饰眼目, 佩戴装饰, 坐在华美的床上, 前面摆设桌子, 将我的香料告有摆在旗上。 在那里, 有群众安逸欢乐的声音, 并有粗俗的人和是八人, 从旷野同来, 把镯子戴在二父的手上, 把华冠戴在他们的头上。 我论这行音已久的妇人说, 现在人还要与他兼饮, 他也要与人兼饮魔。 人还与阿和拉, 并阿和利八二淫妇交合, 好像与座娼妓的妇人交合。 必有一人, 照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人之力, 审判他们, 因为他们是淫妇, 手中有杀人的血。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多人, 来攻击他们, 使他们被除去, 被人抢夺。 这些人必用石头打死他们, 用刀剑杀害他们, 又杀戮他们的儿女, 用火焚烧他们的房屋。 这样, 我必使银行从境内止息, 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 不效法你们的银行。 人必照着你们的银行报应你们, 你们要担当败偶像的罪, 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24章, 第九年10月初10日,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今日正是巴比伦王攻打耶路撒冷的日子, 你要将这日记下。 要像这叛逆之家设比喻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将锅放在火上, 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 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 腿和肩都聚在其中, 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 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烧在锅下, 使锅开滚, 好把骨头煮在其中。 主耶和华如此说, 火灾, 这留人写的成, 就是常有福渣的锅。 其中的福渣未曾除掉, 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 不必为它止迁。 城中所留的血倒在磐石的顶部上, 不倒在地上, 用土掩盖。 这城中所留的血倒在磐石的顶部上, 不得掩盖, 乃是出于我, 为要发烈怒施行报应。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火灾, 这留人写的成, 我必堆做大火, 天上木柴, 食火灼望, 将肉煮烂吊香, 使骨头烤焦, 把锅道空坐在炭火上, 使锅烧热, 使铜烧红, 融化其中的污秽, 除净其上的福渣。 这锅因虚晃疲乏, 所长的大福渣仍未除掉, 这福渣就是用火, 也不能除掉。 在你污秽中有隐形, 我既洁净你, 你却不洁净, 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 只等我向你发的烈怒临到。 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 必召化而行, 必不返回, 必不顾惜, 也不后悔。 人必召你的举动行, 未审判你。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看, 我要将你眼目, 所喜爱的忽然取去, 你却不可悲哀哭泣, 也不可流泪, 不要哀嚎, 不可办你丧事, 头上仍勒裹头巾, 脚上仍穿鞋, 不可蒙着嘴唇, 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 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 晚上我的妻就死了。 次日早晨, 我便遵命而行。 百姓问我说, 你这样行与我们有甚么关系, 你不告诉我们吗? 我回答他们,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告诉以色列家,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使我的圣索, 就是你们力量的威荣, 眼里所喜爱, 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 并且你们所留的儿女, 必倒在刀下。 那时, 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 不蒙着嘴唇, 也不吃吊丧的食物。 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 脚上穿鞋, 不可悲哀哭泣。 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 渐渐消灭。 以西节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 凡他所行的, 你们也必照样行。 那时来到, 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人子啊, 我除掉他们的力气, 所欢喜的荣耀, 并眼中所喜爱的, 心里所重看的, 和他们的儿女。 那日逃脱的人, 岂不来到你这里, 使你耳闻这是吗? 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 不再哑口。 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二十五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 攻击他们, 说, 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圣索被亵渎, 以色列的便荒凉, 由大家被掳掠。 那时, 你便因这些事说, 啊哈, 所以看啊, 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喂业, 他们必在你那里设宫殿, 立住处, 吃你的果子, 喝你的奶。 我必是拉巴威罗陀场, 使亚门人的地位羊群躺卧之处,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你派手顿足, 以满心的恨恶, 向以色列的欢喜。 所以看啊, 我要伸手夹在你身上, 将你交给一交的民作为卤物, 我也必从众民中捡出你, 使你从列国中败亡。 我必除灭你,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摩押和谢尔人说, 看啊, 由大家与一切一交之民无异, 所以看啊, 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诚意, 就是摩押人看位本国之荣耀的 伯耶师墨, 巴里面, 激烈亭, 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 我必将亚门人之地交给他们畏业, 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 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为以东报仇血恨, 攻击由大家, 向他们报仇, 大大有罪,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伸手夹在以东上, 捡出人与牲畜, 使以东从提蔓起, 得要变为荒凉, 再抵蛋地必倒在刀下。 我必及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 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 按我的烈怒在以东施报, 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报。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非利式人向犹大人报仇, 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血恨, 久怀仇恨, 要毁灭他们。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伸手夹在非利式人身上, 又捡出激励蹄人, 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 我向他们大肆报应, 发怒斥责他们。 我报复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26章, 第11年11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 啊哈, 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 向我开放, 它既变为荒场, 我必丰盛。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推罗啊, 看啊, 我必与你为敌, 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 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 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员, 拆毁他的城楼。 我也要刮进尘土, 使他如同磐石的顶部, 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 也必成为列国的卢。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属推罗田间的众女必被刀剑杀灭,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帅陵马匹车辆, 马兵, 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 他必用刀剑杀灭在田野属你的众女, 也必遭台柱累局党牌攻击你, 他必安设打仗的机器攻破你的墙员, 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 因他的马匹众多, 尘土必扬起遮蔽你, 他进入你的城门, 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 那时, 你的墙员必因骑马的和车轮, 战车的响声震动, 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 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 你坚固的防兵必倒在地上, 人必以你的财宝为卤物, 以你的货财为掠物, 破坏你的墙员, 拆毁你华美的房屋, 将你的石头, 木头, 尘土都泡在水中, 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 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 我必使你如同磐石的顶部, 做晒网的地方, 你不得再被建造, 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 在你中坚行杀戮, 受伤之人喊叫的时候, 以你青岛的响声, 海岛岂不都震动吗? 那时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 出去朝服, 脱下花衣, 披上战精, 坐在地上, 时刻发抖, 为你惊骇, 他们必为你做起哀歌说, 你这有名之城, 素为航海之人居住, 在海上未坚固的, 平日你和居民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 无不惊恐, 现在何竟毁灭了? 如今在你这轻浮的日子, 海岛都必战惊, 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 就都惊慌。 主耶和华如此说, 推罗啊, 我使你变为荒凉的城, 如无人居住的城意, 又使深水漫过你, 大水淹没你。 那时, 我要叫你下坑, 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 就以荒凉之地居住, 使你不再有居民。 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 我必叫你令人惊恐, 不再存留于事, 人虽寻找你, 却永寻不见。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以西节书》第二十七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要为推罗做起哀歌, 说, 你坐落海口是众民的商部, 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 主耶和华如此说, 推罗啊, 你曾说, 我是全然美丽的, 你的境界在海中, 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 他们用士尼尔德松树的板 做你的一切船, 用黎巴嫩的香不树做桅杆, 用巴山的橡树 做你的奖, 有成群的亚书利人 用象牙为你做苍板, 都是从机体海岛运来的。 你张开的帆, 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 有以丽莎岛的蓝色, 紫色布做遮盖你的。 西顿和亚发的居民, 做你的水手。 推罗啊, 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 迦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 都在你中间做捕缝的, 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 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 波斯人, 路德人, 服人在你军营中做战事。 他们在你中 监挂着盾牌和头盔, 他们彰显你的尊荣。 亚发人和你的军队 都在你四围的墙上, 你的望楼也有哥马敌人。 他们将盾牌 挂在你四围的墙上, 他们使你的美丽得以成全。 他使人, 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 就做你的客商, 拿银, 铁, 锡, 签对换你的货物。 亚湾人, 土巴人, 米社人都做你的客商, 他们在你世上 用人口和铜器 兑换你的货物。 陀加马族 用马和马兵并罗子 兑换你的货物。 底旦人做你的客商, 有许多海岛 做你手中的货彩, 他们拿象牙, 乌木井供于你。 叙利亚因你 所做的货彩很多, 就做你的客商, 他们用绿宝石, 紫色不锈货, 细麻布, 珊瑚, 玛瑙石 兑换你的货物。 由大和以色列地的人 都做你的客商, 他们在你世上 用米腻的麦子, 饼, 蜜, 油, 乳香做交易。 大马是个人 因你所做的货彩很多, 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 就做你的客商, 拿黑本酒和白羊毛 与你交易。 但人和亚丸人来去往返, 亮铁, 桂皮, 昌仆, 都在你世上。 迪旦人用高贵的车毯子 来做你的客商, 阿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 都做你的客商, 用绵羊羔, 公绵羊, 山羊 与你交易。 士巴和拉玛的商人 都做你的客商, 他们用个类上好的香料, 各类的宝石和黄金 兑换你的货物。 哈兰人, 甘尼人, 伊甸人, 士巴的商人和亚述人, 基某人都做你的客商。 这些商人以各类的货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 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百目的箱子里, 用绳捆着与你交易。 他诗的船只在你世上歌颂你, 你也得了丰富, 在海中极其融化。 你的滑手已经把你带到大水之处, 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 你的资产, 物件, 货物, 水手, 掌舵的, 捕逢的, 经营交易的, 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 在你破坏的日子, 必都沉在海中。 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 交也都必震动。 凡话讲的和水手, 并一切泛海掌舵的, 都必下船登岸。 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 把尘土撒在头上, 在灰中打滚, 又为你使头上全然光秃, 用麻布束腰, 号跳痛哭, 苦苦哀号。 他们哀嚎的时候, 为你做起哀歌哀哭, 说, 有何诚如推罗? 有何诚如他在海中被毁灭呢? 你有海上运出货物, 就使许多国民充足, 你以许多资产, 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 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 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 就都沉下去了。 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 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 面带愁容。 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私声, 你令人惊恐, 不再存留于世, 直到永远, 以西节书第28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对推罗君王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你心里高傲, 说, 我是神, 我在海中做神之位。 你虽然居心自比, 神也不过是人, 并不是神。 看啊, 你彼丹仪里更有智慧, 甚么密室都不能向你隐藏。 你靠自己的智慧, 聪明得了金银财宝, 收入库中。 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 增添资财, 又因资财心里高傲。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你居心自比, 神, 故此, 看啊, 我必使外邦人, 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 临到你这里, 他们必拔刀, 砍坏你用智慧的来的美物, 玷污你的荣光。 他们必使你下坑, 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 在杀你的人面前, 你还能说我是神吗? 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 不过是人, 并不是神。 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 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 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为推罗王做起哀歌, 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无所不备, 智慧充足, 全然美丽。 你曾在伊甸, 神的园中, 佩戴各样宝石, 就是红宝石, 黄宝石, 钻石, 水仓玉, 红玛瑙, 碧玉, 蓝宝石, 绿宝石, 红玉和黄金, 又有精美的古笛在你那里, 都是在你被创造之, 预备齐全的。 你是那瘦高, 遮掩约贵的基禄博, 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 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 你从被创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 直到在你中间查出罪孽, 因你贸易很多, 就被强暴的是充满, 以致犯罪, 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 要从神的山驱逐你。 遮掩约贵的基禄博啊, 我要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 你因美丽心中高傲, 又因荣光败坏智慧, 我要将你摔倒在地, 使你倒在君王面前, 好叫他们目睹眼见。 你因罪孽众多, 贸易不公, 就污秽你那里的圣索。 故此, 我施火从你中间发出, 吞灭你, 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 变为地上的炉灰。 各国民众, 凡认识你的, 都必为你惊奇。 你令人惊恐, 不再存留于事, 直到永远。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 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西顿啊, 看啊, 我与你为敌, 我必在你中间的荣耀。 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 显未胜的时候,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 使血流在他街上。 四位有刀见临到他, 使受伤的在其中受审判,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四位藐视以色列家的人, 必不再向他们做赐人的经济, 伤人的吉礼, 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 那时, 我将分散在众民中的 以色列家招聚回来, 向他们在一交之民 眼前显未胜的时候, 他们就在我赐给我 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 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 我向四位藐视他们的众人 实行审判以后, 他们要盖造房屋, 栽种葡萄园, 安然居住, 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 神以西结书第29章, 第10年10月12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 攻击他和埃及全地, 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埃及王法老啊, 你看, 我与你这卧在自己 河中的大龙为敌, 你曾说, 这河是我的, 是我为自己造的, 我耶和华必用钩子 勾住你的腮甲, 又是江河中的鱼 贴住你的鳞甲, 我必将你和所有 贴住你鳞甲的鱼 从江河中拉上来, 把你并江河中的鱼 都抛在旷野, 你必倒在田野, 不被收敛, 不被掩埋, 我已将你给田间野兽 空中飞鸟做食物, 埃及一切的居民 因向以色列家 成了芦苇的杖, 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用手持住你, 你就断折上了 他们的肩, 他们倚靠你, 你就断舌 闪了他们的腰,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使刀剑临到你, 从你中尖将人 与牲畜捡出, 埃及的壁荒匪凄凉,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法老说, 这盒是我的, 是我所造的, 所以看啊, 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 使埃及地, 从色弗尼塔, 直到埃塞俄比亚境界, 全然荒废凄凉, 人的脚, 受得提都不经过, 四十年之久并, 无人居住, 我必使埃及的, 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 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 变为荒废, 共有四十年, 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列邦, 虽然如此, 主耶和华如此说, 满了四十年, 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 我必领埃及被掳的人回来, 使他们归回他们所居之地巴推罗, 在那里必成为低威的国, 必为列国中最低威的, 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 我必减少他们, 以致不再挟制列国, 埃及必不在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 以色列家要仰望埃及人的时候, 便思念自己的罪孽, 然而他们就知道我是, 主耶和华, 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 攻打推罗, 以致头都光秃, 剑都被削, 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 并没有从那里的甚魔酬劳,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将埃及的赐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他必掳掠埃及群众, 抢其中的财位掳物, 夺其中的货位掠物, 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 我将埃及的赐给他, 愁他所孝的劳, 阴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当那日, 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芽, 又必使你以西节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三十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发语言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火灾这日, 你们应当哀嚎,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就是密云之日, 一交的民受罚之期, 必有刀剑临到埃及, 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 埃塞俄比亚就大大痛苦, 人民必被掳掠, 机制必被拆毁, 埃塞俄比亚, 利比亚, 旅底亚, 杂族的人民, 并古巴, 以及同盟之地的人, 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 耶和华如此说, 辅助埃及的也必倾倒, 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微, 其中的人民, 从瑟弗尼塔, 岂必倒在刀下,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埃及的在荒凉的国中, 必成为荒凉, 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 也变为荒废, 我在埃及中时活着起, 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 那时,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到那日, 必有使者坐船, 从我那里出去, 是安逸无虑的埃塞俄比亚人京剧, 必大有痛苦临到他们, 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 看啊, 这是临近了,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及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 除灭埃及众人, 他和随从他的人, 就是列国中强暴的, 必被领来毁灭这地, 他们必拔刀攻击埃及, 使变得有被杀的人, 我必使江河干涸, 将地迈在恶人的手中, 我必及外邦人的手, 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毁灭偶像, 从罗夫除灭他们的重项, 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 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怕, 我必使巴推罗荒凉, 在索安中石火灼起, 向罗施行审判, 我必将我的列怒, 倒在埃及的力量之上, 就是训赏, 并要剪除罗的重人, 我必在埃及中石火住起, 训必大大痛苦, 罗必至破裂, 罗夫必终日悲伤, 亚文和比伯时的少年人, 必倒在刀下, 这些城的人必被掳掠, 我在达比尼折断埃及的诸恶, 使他因势力而有的威势, 在其中窒息, 那时日光必变黑, 至于这城必有密云遮蔽, 其中的女子必被掳掠, 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我已打折埃及王法佬的绑壁, 看啊, 没有敷药, 也没有用不缠好, 使他有力持刀,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与埃及王法佬为敌, 必将他有力的绑壁, 和以打折的绑壁全行打断, 使刀从他手中坠落, 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列邦, 我必是巴比伦王的绑壁有力, 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 却要打断法佬的绑壁, 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爱哼, 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 我必是巴比伦王的绑壁有力, 法佬的绑壁却要下垂, 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 他必举刀攻击埃及的,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列邦,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31章, 11年3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向埃及王法佬和他的众人说, 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 看啊, 亚树人曾如黎巴嫩中的香薄树, 枝子荣美, 隐秘如林, 极其高大, 他的树间也在粗枝中间, 重水使他长大, 深水使他长高, 所栽之地有江河为流, 小河出的水稻沿道, 田野诸树, 所以他高大超过田野诸树, 发旺的时候, 枝条繁多, 又阴多水, 枝子长长, 空中的飞鸟都在枝条上搭窝, 田野的走兽都在枝子下生子, 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阴下居住, 树大条长, 成为荣美, 因为跟在大水之旁, 神缘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他, 松树不及他的枝条, 栗树不及他的枝子, 神缘中的树都没有他荣美, 我使他的枝子繁多, 成为荣美, 以至神异殿园中的树都极度他,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因高大自高, 树间插入密枝, 因高大心交气傲, 所以我已将他交给一交民中大有威势的人, 他必定办他, 我因他的罪恶, 已经去主他, 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地将他砍断气掉, 他的枝子落在山间和一切谷中, 他的枝条折断落在地的一切河旁, 地上的众民已经离去, 离开他的阴下, 空中的飞鸟都要塑在这败落的树上, 田野的走兽都要卧在他的枝子下, 豪石水旁的树树不应高大而自尊, 也不将树间插入密枝, 并且那些的水滋润的树也不得高大自立, 因为他们在世人中和下坑的人都被交于死亡, 到地下面去了,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他下坟墓的那日, 我便使人悲哀, 我为他遮盖深渊, 使江河凝结, 大水停留, 我也使离巴嫩为他凄惨, 田野的株树都因他发昏, 我将他扔到地狱, 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 那时, 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就都震动, 并且伊甸的一切树就是离巴嫩得水滋润, 最佳最美的树都在地下面的安慰, 他们也与他同下地狱, 到被刀杀的人那里, 他们曾做他的榜币, 在一郊民中他的阴下居住, 在这样荣耀威势上, 在伊甸圆珠树中, 谁能与你相比呢? 然而, 你要与伊甸的珠树一同到地下面, 在未受割礼的人中, 与被刀杀的人一同躺卧, 法老和他的群众乃是如此,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节书》第32章, 12年12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 说, 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 现在你却像海中的鲸鱼, 你处江河, 用脚脚冻珠水使江河浑浊, 主耶和华如此说, 所以我必用多国的人民, 将我的王撒在你身上, 把你拉上来, 那时, 我必将你丢在地上, 抛在田野, 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 使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 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 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 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 漫过山顶, 河道都必充满, 我将你赶出的时候, 要把天遮蔽, 使众星昏暗, 以蜜云遮掩太阳, 月亮也不放光, 我必使天上的亮光, 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 使你的地上黑暗, 这是, 主耶和华说的, 我使你败王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 那时, 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仇反, 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挥动我的刀, 国民就必因你惊奇, 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 在你扑倒的日子, 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惊, 主耶和华如此说, 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 我必及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 扑倒, 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暴的, 他们必使埃及的威士贵于无有, 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 我必从埃及大水旁除灭所有的走兽, 人脚受体必不再搅浑这水, 那时, 我必使他们的河水深广, 江河向游缓流,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是埃及的变味荒废, 这的缺少从前所充满的, 又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 那时,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人必用这哀歌去为他哀哭, 列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的群众也必以此悲哀,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嚎, 又要将埃及和有名之国的女子, 冰下坑的人, 一同扔到地下面去, 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 你下去与未受割离的人一同躺卧吧, 他们必在被杀的人中扑到, 他被交给刀剑, 要把他和他的群众拉去, 勇士忠强盛的要在地狱队埃及王河帮助他的说话, 他们躺卧是未受割离的人, 已经下去, 被刀所杀, 亚树和他的众民都在那里, 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 他们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 他们的坟墓在坑深处, 他的众民在他坟墓的四围, 他们都是被杀, 倒在刀下的, 曾在活人之地, 使人惊恐, 以兰也在那里, 他的群众在他坟墓的四围, 都是被杀倒在刀下, 未受割离而到地下面的, 他们曾在活人之地, 使人惊恐, 然而他们还是与下坑的人, 一同担当羞辱, 人给他和他的群众, 在被杀的人中设立睡床, 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 他们都是未受割离被刀杀的, 虽然他们曾在活人之地, 使人惊恐, 然而还是与下坑的人, 一同担当羞辱, 以兰已经放在被杀的人中, 米社, 土八和他们的群众都在那里, 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 他们虽曾在活人之地, 使人惊恐, 然而他们都是未受割离的, 被刀所杀, 他们不得与那未受割离铺倒的勇士, 一同躺卧, 这些勇士带着兵器下地狱, 投枕刀剑, 骨头上有本身的罪孽, 虽然他们曾在活人之地, 使勇士惊恐, 法老啊, 你必在未受割离的人中败坏, 与那些被刀杀的人一同躺卧, 以东也在那里, 他君王和一切首领, 虽然仗着势力, 还是放在被刀杀的人中, 他们必与未受割离的, 河下坑的人一同躺卧, 在那里有北方的众王子, 和一切西顿人, 都与被杀的人下去, 他们未所仗着, 使人惊恐的势力蒙羞, 他们未受割离, 和被刀杀的一同躺卧, 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 法老看见他们, 便为他被刀杀的军队受安慰,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任凭我所家的惊恐临到活人之地, 法老和他的群众, 必放在未受割离, 和被刀杀的人中,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以《西节书》第33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 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 那一国的民, 从他们中间旋立一人为守望的, 他见刀剑临到那地, 若吹号警戒众民, 凡听见号声不受警戒的, 刀剑若来除灭了他, 他的血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 他听见号声不受警戒, 他的血必归到自己的身上, 但受警戒的, 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 倘若守望的人, 献刀剑临到, 不吹号, 以致民不受警戒, 刀剑若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 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 我却要向守望的人, 讨他丧命的血, 人子啊, 我照样立你, 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戒他们, 我对恶人说, 恶人啊, 你必要死, 你若不开口警戒恶人, 使他离开所行的道, 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 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血, 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 他若不转离,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 你确救自己的性命, 人子啊, 故此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你们常说, 我们的过犯罪恶弱在我们身上, 我们必因此消灭, 怎能存活呢, 你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以色列家啊, 你们转回转回吧, 离开恶岛, 何必死亡呢, 人子啊, 所以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 义人的义, 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 至于恶人的恶, 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 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 我要对义人说, 你必定存活, 他若依靠他自己的义而做罪孽, 他一切的义都不被纪念, 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 再者, 我对恶人说, 你必定死亡, 他若转离他的罪, 行正确与合法的是, 孩人的抵押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 不作罪孽, 他必定存活, 不致死亡, 他所犯的一切罪, 必不被提说, 他行了正确与合法的事, 必定存活, 你本国的子民还说, 主的道不公平, 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 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 就必因此死亡, 为恶人若转离他的恶, 行正确与合法的事, 就必因此存活, 你们还说, 主的道不公平, 以色列家呀, 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 我们被掳之后, 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 说, 城已攻破, 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 耶和华的手临在我身上, 开我的口, 到第二天早晨, 那人来到我这里, 我口就开了, 不再兼末, 那时,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 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畏业, 我们人数众多, 这的更是给我们畏业的,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吃淡血的物, 仰望偶像, 并且杀人流血, 你们还能得这地畏业吗? 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形, 可增的是人人玷污邻居的妻, 你们还能得这地畏业吗? 你要对他们这样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事, 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 在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 在宝杖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 我必使这地极其荒凉, 他因势力而有的威势也必止息, 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 无人经过, 我因他们所犯一切可憎的事, 使地极其荒凉, 那时,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人子啊, 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园旁边, 在房屋门口谈论你, 个人对他兄弟彼此说, 不如来吧, 听听有甚魔话从耶和华而出, 他们来到你这里, 如同民来聚会, 坐在你面前, 彭扶是我的民, 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 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 心却追随财力, 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 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 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 看啊, 所说的快要应验, 应验了, 他们就知道, 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 以细节书第34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 攻击他们, 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活在, 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 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 你们吃之油, 穿羊毛, 宰兽胃养的, 你们却不牧养群羊, 瘦弱的, 你们没有养状, 有病的, 你们没有医治, 受伤的, 你们没有包扎, 被竹的, 你们没有领回, 失丧的, 你们没有寻找, 但用强暴严严的挟制, 因无牧人, 羊就分散, 既分散, 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我的羊在珠山间, 在个高纲上流离, 在全地上分散, 无人去寻, 无人去找, 所以, 你们这些牧人要听, 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事, 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略物, 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 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 并不牧养我的羊, 所以, 你们这些牧人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与牧人为敌, 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 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 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 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 不再做他们的食物, 因为,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寻找我的羊, 又要将驼们寻见,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 怎样寻找他的羊, 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 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个处, 我必从那里救回驼们来, 我必从众民中领出驼们, 从各国内聚集驼们, 引领驼们归回故土, 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 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驼们, 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驼们, 驼们的圈壁在以色列的高山上, 驼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 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 主耶和华说, 我必做我羊的牧人, 使驼们得以躺卧, 失丧的我必寻找, 被逐的我必领回, 受伤的我必包扎, 有病的我必坚固, 唯有肥的壮的, 我必除灭, 我必以审判为养驼们, 我的羊群啊, 论到你们,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在羊群与羊群中间, 公棉羊与公山羊中间实行判断, 你们这些肥壮的羊, 在美好的草场吃草孩, 以为小事吗? 剩下的草, 你们竟非用提剑榻不可吗? 你们喝深水, 剩下的水, 你们非用提搅浑不可吗? 至于我的羊, 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 和你们所搅浑的。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在肥羊和兽羊中间实行判断, 因为你们用携用间, 拥挤一切瘦弱的, 又用脚底处, 以致使驼们四散。 所以, 我必拯救我的群羊, 不再做略物, 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实行判断,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 牧养他们, 就是我的仆人大卫, 他必牧养他们, 做他们的牧人。 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 神, 我的仆人大卫, 必在他们中间做王。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 使恶兽从境内断绝, 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 躺卧在林中。 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 我也必叫石雨落下, 必有福如甘霖而降。 田野的树必结果, 地也必有出产, 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 我折断他们所负的恶, 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 那时,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必不再做异交民的略物, 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 却要安然居住, 无人惊吓。 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职务, 他们在境内不再因饥饿而死, 也不再受异交之民的羞辱。 这样, 他们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 神是与他们同在的, 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你们做我的羊, 我草场上的羊, 乃是以色列人, 我也是你们的神。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以西节书第35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谢尔山发预言, 攻击他, 对他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谢尔山啊, 你看, 我与你为敌, 必向你伸手攻击你, 使你极其荒凉, 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场, 成为凄凉。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你永怀仇恨, 在以色列人遭灾, 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 将以色列明交与刀剑流他们的血, 所以,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 血比追赶你, 你既不恨扼杀人流血, 所以这血比追赶你。 我必使谢尔山极其荒凉, 来往经过的人, 我必见出。 我必使谢尔珠山满有被杀的人, 被刀杀的, 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 并一切的溪水中。 我必使你永远荒凉, 使你的诚意不得付救, 你的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你曾说, 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 我必得谓业, 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 所以,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照你的怒气, 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极度待你。 我审判你的时候, 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 你也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也听见了你的一切亵渎, 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 说, 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的。 你们这样, 用口向我夸大, 增添于我反对的话, 我都听见了。 主耶和华如此说, 全地欢乐的时候, 我必使你荒凉。 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低业荒凉而喜乐, 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 西尔山啊, 你何以东全地必都荒凉?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36章。 人子啊, 你也要对以色列诸山发语言说, 以色列诸山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仇敌对你们说, 啊哈, 连这上古的高储都归我们为业了。 所以要发语言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为敌人使你们荒凉, 似为吞吃你们, 好叫你们归于其余的异交之民为业, 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 百姓也说你有臭名。 故此, 以色列诸山要听, 主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刚, 西流山谷, 荒废之地, 背弃之城, 为似为其余异教之民所占据, 所积赐的如此说, 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 我真发愤恨如火, 责备那其余异教之民和以东的众人。 他们快乐满怀, 心存恨恶, 将我的帝归自己为业, 又看为背弃, 好战友为略物。 所以, 你要指着以色列的说预言, 对大山小刚, 西水山谷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发愤恨和烈怒说, 因你们曾受异交的民羞辱。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已经启示, 在你们四围的异交之民, 他们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以色列诸山啊, 你们必发知子, 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 因为他们快要来到。 看啊, 我是帮助你们的, 也必向你们转意, 使你们得以耕种。 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 在你们上面增多, 诚意有人居住, 荒场再被建造。 我必使人和牲畜, 在你们上面加增, 他们必生养增多。 我要使你们照旧有人居住, 并要赐福于你们比先前更多, 您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人, 就是我的民以色列, 行在你们上面。 他们必得你喂业, 你就做他们的产业, 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为人对你们说, 你这的是吞吃人的, 又使你国民丧子。 所以, 主耶和华说, 你必不再吞吃人, 也不再使国民丧子。 我不再使人在你那里, 听建议教之民的羞辱, 不再受众民的辱骂, 你也不再使你国民跌倒。 这是, 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的话, 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 在行动座位上, 玷污那地。 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 好像正在旌旗的妇人那样污秽。 所以, 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 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 就把我的列怒清在他们身上。 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一郊民中, 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 那时, 他们进到所去的一郊之民, 就使我的圣民被亵渎, 正是每当人谈论他们说, 这是耶和华的民, 是从耶和华的出来的。 我却顾惜我的圣民, 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一郊民中所亵渎的。 所以, 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家啊, 我行政士不是为你们, 乃是为我圣民的缘故, 就是在你们到的一郊民中所亵渎的。 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位圣, 证明在一郊民中已被亵渎, 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 我在一郊之民眼前, 在你们身上显位圣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 从一郊民中聚集你们, 引领你们归回本地。 那时,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弃掉一切的偶像。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信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我也必就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也必命五谷风登, 不使你们遭遇饥荒。 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 田地多出土产, 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一交的民计较。 那时, 你们必追想你们自己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 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 主耶和华说, 你们要知道, 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呀, 你们当为自己的行为蒙羞爆愧。 主耶和华如此说, 在我洁净了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 我也必使你们住在城邑, 荒场在被建造。 过路的人, 虽看为荒废之地, 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 他们必说, 这些前为荒废之地, 现在成如伊甸园, 这荒废凄凉, 毁坏的城邑, 现在兼顾有人居住。 那时, 在你们四为其余异教的民必知道, 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 培植那荒废之地, 我耶和华说过, 也必成就。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 多如羊群。 他们必还要为这事向我求问, 我要给他们成就。 耶路撒冷在首圣结尾圣的羊群怎样多, 照样, 荒凉的诚意必被人群充满。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37章, 耶和华的手淋在我身上。 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 将我放在谷地中, 这谷地变满海谷。 他是我从海谷的思维经过, 看啊, 在谷地的海谷甚多, 而且极其枯干。 他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海谷能复活吗? 我说, 主耶和华呀, 你是知道的。 他又对我说, 你向这些海谷发语言说, 枯钱的海谷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海谷如此说, 看啊,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 是你们长肉, 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正说预言的时候, 不料有响声, 有震动, 骨与骨互相连落。 那时我观看, 现海谷上有筋, 也长了肉, 又有皮遮蔽齐上, 只是还没有气息。 那时, 主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发预言, 向风发预言, 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气息啊, 要从四风而来,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 使他们活了。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气息就进入海谷, 海谷便活了, 并且站起来, 成为极大的军队。 那时, 他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海谷, 就是以色列全家, 看啊, 他们说, 我们的骨头枯浅了, 我们的盼望逝去了, 我们的肢体减除了, 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民啊, 你们看, 我必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我的民啊, 我开你们的坟墓, 领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将你们安置在本地, 那时你们就知道, 我耶和华如此说, 也如此成就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的话, 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取一根墓杖, 在其上写为由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 又取一根墓杖, 在其上写为约瑟, 就是为以法连, 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 又要使这两根墓杖接连卫衣, 在你手中成为一根。 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只是我们吗? 你就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 就是那在以法连手中的, 与由大的杖, 一同接连卫衣, 在我手中成为一根。 你所写的那两根杖, 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 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要将以色列人, 从他们所到的一交之民收取, 又从四围聚集他们, 引领他们归回本帝, 我要使他们在那地, 在以色列身上成为一国, 有一王做他们众名的王。 他们不再为二国, 绝不再分为二国, 他们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 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 我却要救他们, 处离一切的住处, 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 我要洁净他们, 如此,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的仆人大位, 必做他们的王, 众民必归一个牧人。 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 谨守遵行我的律例。 他们必住在, 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 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病子孙的子孙, 都永远住在那里。 我的仆人大位, 必做他们的王, 直到永远。 并且, 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 作为永约。 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 使他们的人数增多, 又在他们中兼设立我的圣所, 直到永远。 我的丈母必在他们中间,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兼职到永远, 一交的民就必知道, 是我耶和华叫以色列成为圣。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细节书第39章。 人子啊, 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 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设土巴的王哥哥呀, 你看, 我与你为敌, 我必把你转回离去, 你的军队就剩下六分之一, 又要使你从北方的各处上来, 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 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 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 你和你的军队, 并同着你的民, 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 我必将你给各类的稚鸟, 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 你必倒在田野, 因为我曾说过,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要降火在马哥和海岛 安然居住的人中间,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如此, 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 显出我的圣名, 我也不容我的圣名 再被他们垫入, 一交的民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 主耶和华说, 看啊, 这日事情临近, 也必成就, 乃是我所说的日子。 祝以色列诚意的人 必出去捡器械, 就是盾牌党牌, 弓箭, 挺杖, 枪毛, 兜当柴烧火, 直烧七年, 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剪柴, 也不必从树林伐木, 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 并且抢夺那抢夺他们的人, 掳掠那掳掠他们的人。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当那日, 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 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 赐给哥哥为坟地, 使经过的人鼻气秉息, 在那里人必葬埋哥哥和他的群众, 就称那地位哈门哥哥谷, 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葬埋他们, 为要捷径全地, 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 当我得荣耀的日子, 这是必较他们的名声,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 与过路的人一同藏埋纳盛在地面上的尸首, 好捷径全地, 过了七个月, 他们还要巡查, 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 每线有人的海谷就在旁边立标记, 等藏埋的人来将海谷葬在哈门哥哥谷, 并且纳成的名又要叫做哈摩纳, 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 人子啊,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对一切长语的秦鸟和田野的走兽说, 你们聚集来吧, 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设的祭言, 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的大祭, 好叫你们吃肉, 喝血, 你们必吃永世的肉, 喝地上首领的血, 就如吃公绵羊, 绵羊羔, 山羊, 公牛, 都是巴善的肥处, 你们吃我为你们宰辈的祭, 必吃之油直到吃饱, 喝血直到喝醉, 你们必在我席上保持马匹和坐车的人, 并永世和一切的战士,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必显我的荣耀在一交民中, 一切一交之民, 就必看现我所行的审判, 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 这样, 从那日以后, 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一交的民也必知道, 以色列家被掳掠, 是因他们的罪孽, 他们得罪我, 故此我眼面不顾他们, 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 这样, 他们便都倒在刀下, 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 并且眼面不顾他们,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 要怜悯以色列全家, 又为我的圣民发热心, 此后, 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 无人惊吓的时候, 他们就担当了自己的羞辱, 和干犯我的一切罪, 当我在将他们从众民中领回, 从仇敌之地召来, 又在列国眼前, 在他们身上显未胜的时候, 那时,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就是使他们被掳到一交民中的, 然而, 我已聚集他们归回本队, 不再留他们一人在那里, 我也不再眼面不顾他们, 因我已将我的灵交灌以色列家, 这是, 主耶和华说的《以西节书》第四十章, 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 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 正在年初, 月之初十日, 耶和华的手林在我身上, 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 在神的意象中, 带我到以色列地, 安置在极高的山上, 在山上的南边, 有彭腐一座城建立, 他带我到那里, 现有一人, 外貌如同, 手拿麻绳和凉度的杆, 站在门口, 那人对我说, 人子啊, 凡我所指示你的, 你都要用眼看, 用耳听, 并要放在心上, 我带你到这里来, 特为要指示你, 凡你所献的, 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 我见店思维有强, 那人手拿凉度的杆, 长六肘, 每肘是一肘零一掌, 他用干粮房子, 宽一杆, 高一杆, 他到了朝东的门, 就上门的台阶, 亮门的这件, 宽一杆, 又亮门的那件, 宽一杆, 又有小房, 每房长一杆, 宽一杆, 相隔五肘, 门槛, 就是挨着里面的狼门槛, 宽一杆, 他右梁门里面的狼子, 宽一杆, 右梁门狼, 宽八肘, 强柱后二肘, 那门的狼子在里面, 东门洞有小房, 这旁三间, 那旁三间, 都是一样的尺寸, 这边的柱子, 和那边的柱子, 也是一样的尺寸, 他梁门口, 宽十肘, 长十三肘, 小房前展出的空间, 这边一肘, 那边一肘, 小房这边六肘, 那边六肘, 他右梁门洞, 从这小房顶的后沿, 到那小房顶的后沿, 宽二十五肘, 门与门相对, 他右造柱子六十肘, 直到院子的墙柱, 在门洞周围, 从大门口到内门的狼子, 共五十肘, 小房和门内周围的柱柄拱门, 都有狭隘的窗格, 里边都有窗格围着, 每根柱上都有棕树, 他带我到外院, 建院的四围, 有铺石地的屋子, 铺石地上有屋子三十间, 在各门洞两旁的铺石地位矮铺石地, 与门洞的长短相对, 他从下门亮到内院外, 共宽一百肘, 东面北面都是如此, 他亮外院朝北的门, 长宽若干, 门洞的小房, 这旁三间, 那旁三间, 门洞的柱子和拱门, 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 门洞长五十肘, 宽二十五肘, 其窗格和拱门, 并其棕树, 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 登其层台阶上到这门, 前面有拱门, 那院有门与朝北及朝东的门相对, 他从这门梁到那门, 共一百肘, 然后他带我往南去, 县朝南有门, 又照这等的尺寸梁, 门洞的柱子和拱门, 门洞两旁, 与拱门的周围都有窗格, 和那些窗格一样, 门洞长五十肘, 宽二十五肘, 有七层台阶上到这门, 前面有拱门, 柱上有雕刻的棕树, 这边一棵, 那边一棵, 那院朝南有门, 从这门梁到朝南的那门, 共一百肘, 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 就照这等的尺寸梁南门, 小房和柱子, 并拱门都照这等的尺寸, 门洞两旁, 与拱门的周围都有窗格, 门洞长五十肘, 宽二十五肘, 周围有拱门, 长二十五肘, 宽五肘, 拱门朝着外院, 柱上有雕刻的棕树, 有八层台阶上到这门, 他带我到内院的东面, 就照这等的尺寸梁东门, 小房和柱子, 并拱门都照这等的尺寸, 门洞两旁, 与拱门的周围都有窗格, 门洞长五十肘, 宽二十五肘, 拱门朝着外院, 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 有八层台阶上到这门, 他带我到北门, 就照这等的尺寸梁那门, 又亮其中的小房和柱子, 并拱门, 以及周围的窗格, 门洞长五十肘, 宽二十五肘, 狼柱朝着外院, 门洞这边那边的柱子, 都有雕刻的棕树, 有八层台阶上到这门, 门洞的柱旁有屋子和门口, 他们在那里洗凡济生, 在门廊内, 这边有两张桌子, 那边有两张桌子, 在其上可以宰杀凡济生, 赎罪济生和赎济济生, 上到北门的门口, 这边有两张桌子, 门廊那边也有两张桌子, 这边有四张桌子, 门旁边又有四张桌子, 共八张, 在其上祭司宰杀济生, 魏凡济生有四张桌子, 是凿过的石头做成的, 长一肘半, 宽一肘半, 高一肘, 祭司也将在杀凡济生 和济生所用的器皿放在其上, 里面有钩子, 宽一掌, 钉在廊内的四围, 桌子上有贡献的肉, 内门以外, 在北门旁, 内院里有屋子, 为歌唱的人而设, 这些屋子朝南, 在东门旁又有一间朝北, 他对我说, 这朝南的屋子, 是位看守殿羽的祭司, 那朝北的屋子, 是位看守祭坛的祭司, 这些祭司, 是立位子孙中撒都的子孙, 进前来侍奉耶和华的, 于是他梁内院, 长一百肘, 宽一百肘, 是四方的, 又亮殿前的祭坛, 他又带我到殿前的郎子, 梁郎子的墙柱, 这面后五肘, 那面后五肘, 门两旁, 这边宽三肘, 那边宽三肘, 郎子长二十肘, 宽十一肘, 他又带我上台阶, 他们也从台阶上到那里的, 那里有靠近墙柱的柱子, 这边一根, 那边一根, 以西结书, 第四十一章, 随后, 他带我到殿那里梁墙柱, 这面宽六肘, 那面宽六肘, 宽窄与会墓相同, 门扇宽十肘, 门扇两旁, 这边五肘, 那边五肘, 他梁垫长四十肘, 宽二十肘, 于是他到内殿梁门柱, 各二肘, 门扇宽六肘, 门扇两旁, 各宽七肘, 他就在殿前梁内殿, 长二十肘, 宽二十肘, 他对我说, 这是至圣所, 然后他梁垫墙六肘, 围着殿有旁屋, 各宽四肘, 旁屋有三层, 层叠而上, 每层排列三十间, 旁屋的梁墓嵌在位周围旁屋立的垫墙, 是旁屋的梁墓有歌, 只是不嵌入垫墙, 这围垫的旁屋, 有向上扩宽的旋螺梯, 因旋螺梯围垫而上, 所以垫的宽窄越上越宽, 从下一层, 由中一层, 到上一层, 我又见垫周围的高处, 旁屋的根基高足一杆, 就是六大轴, 旁屋的外墙后五轴, 其余的是旁屋的地, 在旁屋与旁屋中间, 有空地为铸垫, 宽二十轴, 旁屋的门都像余地, 一门向北, 一门向南, 周围的余地宽五轴, 在西面空地的尽头有房子, 宽七十轴, 墙四围后五轴, 长九十轴, 这样, 他良垫长一百轴, 右梁空地和那房子并墙, 共长一百轴, 垫的前面和朝东的空地, 宽一百轴, 他量与空地后面相对的那房子, 并两旁的楼廊, 以及内垫和院廊, 共长一百轴, 门柱, 狭隘的窗格, 并对住门的三层楼廊, 周围都用木镶嵌, 从地到窗格, 窗格都有壁子, 直到门椅上, 就是到内殿和外殿内外四围墙壁, 都按尺寸用木板遮壁, 墙上雕刻记录箔和棕树, 十枚二记录箔中间有一棕棕树, 每记录箔有二脸, 这样, 这边有人脸向着棕树, 那边有狮子脸向着棕树, 殿内周围都是如此, 从地至门椅上, 都有基录箔和棕树, 殿墙上都是这样, 殿和圣所前面的门柱是方的, 彼此的形状一样, 弹是木头座的, 高三轴, 长二轴, 弹角和弹面, 并四旁都是木头座的, 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 殿和圣所的门各有两扇, 每扇分两扇, 这两扇是折叠的, 这边门分两扇, 那边门也分两扇, 殿的门扇上雕刻记录箔和棕树, 鱼刻在墙上的一半, 在外头廊前有后板, 廊这边那边, 定殿的旁屋和后板, 都有狭隘的窗格和棕树, 以西结书第42章, 他带我出来向北, 到外院, 又带我进入圣屋, 这圣屋与空的相对, 又在朝北铺十地的屋前, 这圣屋长一百轴, 宽五十轴, 有向北的门, 对着内院那二十轴宽之空地, 又对着外院的铺十地, 在这三层楼上有楼廊对着楼廊, 在圣屋前有一条家道, 宽十轴, 长一轴, 房门都向北, 圣屋上层较短些, 因楼廊比圣屋中下两层未高, 因为圣屋有三层, 却无柱子, 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柱子, 所以圣屋比从地而起的中下两层更窄, 外边有墙, 与圣屋相对向着外院, 在圣屋前面长五十轴, 靠着外院的圣屋长五十轴, 看啊, 垫北面的圣屋长一百轴, 在圣屋以下, 东头有进入之处, 就是从外院进入之处, 向东在内院墙里有圣屋, 一排对着空地, 一排与扑十地之屋相对, 这圣屋前的家道, 与北边圣屋的家道长宽一样, 出入之处与门的样式相同, 正在墙前, 家道的东头, 有门可以进入, 与像南圣屋的门一样, 他对我说, 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 亲近耶和华的祭司, 荡在那里吃至圣的屋, 也荡在那里放至圣的屋, 就是宿祭, 赎罪祭和赎千祭, 因此处为圣, 祭司进到圣所的时候, 不可从圣所直出到外院, 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 因为是圣衣, 要穿上别的衣服, 才可以靠近那些给百姓的屋, 他量完了内殿, 就带我出朝东的门, 亮院的四围, 他用量度的干粮四围, 亮东面五百干, 他用量度的干粮四围, 亮北面五百干, 他用干粮南面五百干, 他右转到西面, 用干粮五百干, 他量四面, 四围有墙, 长五百干, 宽五百干, 为要分别圣所与俗地, 以西节书第四十三章, 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 就是朝东的门, 看啊, 以色列, 神的荣光从东而来, 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响声,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其壮如从前我来灭城的时候, 我所现的异象, 那一象, 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现的异象, 我就脸浮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 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 于是, 灵将我提起, 带入内院, 不料,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我听见, 有一个从殿中对我说话, 有一人站在我旁边, 他对我说, 人子啊, 我要在我宝座之地, 我脚掌索踏之地, 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 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 必不再因在他们重高丘行邪隐, 或是他们君王的尸首, 玷污我的圣名, 使他们的门槛挨进我的门槛, 他们的柱子挨进我的柱子, 甚至他们, 在和我所隔的那强犯可憎的事, 玷污了我的圣名, 所以我在我怒中灭绝了他们, 现在, 他们当从我面前远出邪隐, 和他们君王的尸首, 我就住在他们中兼职到永远, 人子啊, 你要将这殿只是以色列家, 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 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 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是残愧, 你就将殿的规模, 样式, 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 点章, 礼仪, 法则只是他们, 在他们眼前写上, 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点章去做, 殿的法则乃是如此, 殿在山顶上, 四维的权界要称谓之圣, 看啊, 这就是殿的法则, 以下量祭坛, 是一轴位度这轴, 是一轴零一掌, 底座高一轴, 边宽一轴, 四围起边高一虎口, 这是弹的高处, 从底座直到下层凳台, 高二轴, 边宽一轴, 从小凳台直到大凳台, 高四轴, 边宽一轴, 这样, 弹高四轴, 祭坛的四拐角上都有脚, 祭坛长十二轴, 宽十二轴, 四脚建方, 等台长十四轴, 宽十四轴, 四脚建方, 四围起边高半轴, 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轴, 台阶朝东,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他们建造祭坛, 为要在旗上献凡计撒血, 当他们将祭坛造成之日, 祭坛的典章如下, 主耶和华说, 你要将一只公牛毒, 做为赎罪祭, 给祭司力为人撒毒的后裔, 就是那亲近我, 是封我的, 你要取些公牛的血, 抹在坛的四脚, 和邓台的四拐角, 并四围锁起的边上, 你这样洁净坛, 坛就洁净了, 你要将那座赎罪祭的公牛毒, 烧在殿外, 圣地之外预定之处, 次日, 要将无残疾的山羊高县, 为赎罪祭, 要洁净坛, 像用公牛毒洁净的一样, 你洁净了坛, 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毒, 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民羊献上, 你就把陀姆献在耶和华前, 祭司要撒盐在旗上, 献与耶和华为凡计, 七日内, 每日要预备一只山羊未熟醉祭, 也要预备一只公牛毒, 和羊群中的一只公民羊, 都要没有残疾的, 七日祭司结净坛, 坛就洁净了, 他们又要分别自己, 过了七日, 自第八日起以后, 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凡祭和平安祭, 我必悦纳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节书》第四十四章, 他又带我回到圣所外边朝东的门, 那门关闭了, 耶和华对我说, 这门必须关闭, 不可敞开, 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已经由其中进入, 所以必须关闭, 至于王, 王要坐在旗内, 在耶和华面前吃饼, 他必由这门的狼而入, 也必由此而出, 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 我观看, 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 我就脸浮在地, 耶和华对我说, 人子啊, 我对你所说, 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 你要放在心上, 用眼看, 用耳听, 并要留心殿于所尽之口, 和圣索一切所出之处, 你要对那叛逆的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家呀, 宁行一切可憎的事, 当够了吧, 你们把我的食物, 就是汁油和血腺上的时候, 将身心未受割离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索, 玷污了我的殿, 他们又因你们一切可憎的事, 背了我的约, 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 却派别人在我圣索, 替你们看守我所嘱咐你们的,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中的外邦人, 就是身心未受割离的, 都不可入我的圣索, 当以色列走迷的时候, 有力为人远离我, 就是走迷离开我, 随从他们的偶像, 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只是他们仍要在我的圣索当仆役, 照管殿门, 在殿中供职, 必为民宰沙凡寄生和寄生, 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 因为这些立位人, 曾在他们的偶像前伺候这民, 是以色列家陷在罪里, 所以我向他们启示, 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他们不可亲近我, 给我共祭司的职份, 也不可挨尽我在至圣之处的任何圣物, 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和所犯可憎之事的报应, 我却要使他们看守殿语, 办理其中的一切事, 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 祭司力为人撒都的子孙, 仍看守我的圣索, 他们必亲近我, 侍奉我, 并且势力在我面前, 将之有雨血献给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他们必进入我的圣索, 究竟我的桌前是奉我, 守我所嘱咐的, 他们进内院门壁穿细麻衣, 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 不可穿羊毛衣服, 他们头上要带细麻布裹头巾, 要穿细麻布裤子, 不可穿肾膜使身体出汗的衣物, 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 当脱下供职的衣服, 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 他们就不因圣衣使民成圣, 不可剃头, 也不可容发柳长长, 直可剪发, 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 不可娶寡妇和被修的妇人为妻, 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 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 他们要教导我的民分辨圣俗, 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在征颂的事上, 他们应当站立判断, 要按我的典章判断, 在我一切的会中, 避守我的律法, 条例, 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 他们不可挨尽此时沾染自己, 只可为父亲, 母亲, 儿子, 女儿, 兄弟, 和没有丈夫的姊妹沾染自己, 祭司洁净之后, 他们要为祭司计算七日, 当他进圣所, 到内院, 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 要为自己献赎罪祭,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必有做祭司产业的, 我是他们的产业, 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 我是他们的基业, 肃祭, 赎罪祭和赎奸祭, 他们都可以吃, 以色列中一切奉献的物, 都要归他们, 首先, 出熟之物, 和一切所限的各样贡物, 都要归给祭司, 你们也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给祭司, 好叫他是福气临到你们的家, 无论是鸟是兽, 凡自死的, 或是撕裂的, 祭司都不可吃, 以西节书第45章, 并且你们按千分地为业的时候, 要献上一分给, 耶和华卫圣工地, 长二万五千干, 宽一万干, 这分以内, 四维都为圣地, 其中有座位圣所之地, 长五百肘, 宽五百肘, 四面见方, 四维再有五十肘, 为郊野之地, 要以肘位度良地, 长二万五千肘, 宽一万肘, 其中有圣所, 并置圣所, 全地中的分圣之地, 要归与共圣所执事的祭司未分, 就是亲近侍奉耶和华的, 这就作为他们房屋之地, 与圣所之圣地, 又有一分, 长二万五千肘, 宽一万肘, 也要归与在殿中共职的立位人, 作为二世间房屋之业, 也要分定蜀城的地业, 宽五千肘, 长二万五千肘, 与那分圣的工地相对, 要归以色列全家, 必有一归王之地, 在圣贡地和蜀城之地的两旁, 就是圣贡地和蜀城之地的前边, 西至西头, 东至东头, 从西到东, 其长与美之派的分相称, 这地在以色列中必未亡的产业, 如此, 我所立的王币不再欺压我的民, 至于其余的地要暗制派分给以色列家,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的王啊, 你们应当知足, 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 实行公平和公义, 不再勒索我的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你们要用公道天平, 公道依法, 公道罢特, 依法与罢特大小要一样, 罢特可圣赫梅尔十分之一, 依法也可成赫梅尔十分之一, 都以赫梅尔的大小为准, 摄格勒是二十纪拉, 二十摄格勒, 二十五摄格勒, 十五摄格勒, 为你们的弥纳, 你们当现的贡物乃是这样, 一赫梅尔麦子要现依法六分之一, 一赫梅尔大麦要现依法六分之一, 论到现游的条例, 按游的罢特, 你们一克尔游要现罢特十分之一, 就是十罢特的一赫梅尔, 因为十罢特就是一赫梅尔, 从以色列滋润的操场上, 每二百羊中, 要取一支棉羊羔都可作为宿计, 凡计, 平安计, 为民赎罪,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此地的民都要奉上这贡物给以色列中的王, 王的本分是在节期, 月说, 安息日, 就是以色列加一切的圣洁, 奉上凡计, 宿计, 殿计, 他要预备赎罪计, 宿计, 凡计, 和平安计, 为以色列加赎罪, 主耶和华如此说, 正月初一日, 你要取无残疾的公牛犊, 洁净圣所, 祭司要取些赎罪寄生的血, 抹在殿的门柱上, 和弹凳台的四角上, 并内院的门框上, 本月初七日, 也要为一切误犯罪的, 和渔蒙犯罪的如此行, 为殿赎罪, 正月十四日, 你们要守逾月节, 守节七日, 要吃无较病, 当日, 王要为自己和国内的众民, 预备一只公牛, 作赎罪计, 这节的七日, 每日他要为, 耶和华预备无残疾的公牛七只, 公绵羊七只为凡计, 每日又要预备山羊羔一只, 为赎罪计, 他也要预备素计, 就是为一只公牛, 同献一一法系面, 为一只公绵羊, 同献一一法系面, 每一一法系面, 加油一心, 七月十五日的时候, 在守节的七日, 他都要如此行, 照于月节的赎罪计, 凡计, 素计, 和游的条例一样, 以细节书第四十六章, 主耶和华如此说, 内院朝东的门, 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 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 王要从那门的狼进入, 站在门主旁边, 祭司要为他预备反计和平安计, 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 然后出去, 只是那门不可关闭, 直到晚上, 在安息日和月朔, 国内的居民, 也要在这门口, 耶和华面前敬拜, 安息日, 王所献语, 耶和华的凡计, 要用无残疾的绵羊羔六支, 无残疾的公棉羊一支, 同县的素计, 要为公棉羊羯一一法系面, 为棉羊羔照他的能力, 而献素计, 并一一法系面, 加油一心, 当月朔, 要献无残疾的公牛独一支, 羊羔六支, 公棉羊一支, 都要无残疾的, 他也要预备素计, 为公牛献一一法系面, 为公棉羊羯一一法系面, 为棉羊羔照他的力量, 而献一一法系面, 加油一心, 王进入的时候, 必由那门的狼而入, 也必由此而出, 但在各圣节, 国内居民朝见, 耶和华的时候, 从北门进入敬拜的, 必由南门而出, 从南门进入的, 必由北门而出, 不可从所入的门而出, 却要直往前行, 由对门而出, 民进入, 王也要在民中进入, 民出去, 王也要在民中出去, 在节期和盛会的日子, 同线的宿迹, 要给一只公牛, 献一一法系面, 给一只公棉羊羯羲, 一法系面, 给棉羊羔照他的能力, 而献, 一一法系面, 加油一心, 王预备甘心献的梵祭霍相, 耶和华甘心献的平安祭, 就当有人为他开朝东的门, 他就预备梵祭和平安祭, 与安息日预备的一样, 献逼就出去, 他出去之后, 当有人将门关闭, 每日, 你要预备无残疾一岁的绵羊羔羊羊羯羲, 献羽, 耶和华为梵祭, 要每早晨预备, 每早晨也要预备同线的宿迹, 系面一一法六分之一, 并由一心三分之一, 调和系面, 这苏季要长线与耶和华为永远的定力, 每早晨要这样预备棉羊羔羊羔, 苏季并由魏长线的繁迹, 主耶和华如此说, 王若将产业赐给他种子中的一个, 就成了他儿子的产业, 那是他们承受魏业的, 倘若王将一分产业赐给他的臣仆, 就成了他臣仆的产业, 到自由之年仍要归于王, 然而王的产业必归于他的儿子, 并且王不可强取民的产业, 以致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 他却要从自己的低业中将产业赐给他儿子, 免得我的民分散, 个人离开所承受的, 那带我的将我从门旁进入之处, 领进魏祭司预备朝北的圣物以后, 见西边两旁有一块地, 他对我说, 这是祭司主赎千计,赎罪计, 考宿纪之地, 免得他们将祭物带出外院, 使民成圣, 他又带我出到外院, 使我经过院子的四拐角, 县每拐角各有一个院子, 院子四拐角的院子, 周围有墙, 每院长四十轴, 宽三十轴, 四拐角院子的尺寸都是一样, 其中周围有一排房子, 房子下面有煮肉的地方, 他对我说, 这都是他们煮肉的地方, 殿内的仆役要在这里主民的祭物, 以细节书第47章, 他在带我到殿门, 建殿的门槛下, 油水往东流出, 原来殿面朝东, 这水从建下, 油殿的右边, 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 他带我出北门, 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 建水从右边流出, 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 量了一千肘, 带我渡过水, 水到怀子骨, 他又量了一千肘, 带我渡过水, 水就到西, 再量了一千肘, 带我渡过水便到腰, 又量了一千肘, 水便成了河, 是我不能渡过的, 因为水势涨起, 成为可附的水, 不可渡的河,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看见了吗? 他就带我回到河边, 我回到河边的时候, 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有极多的树木, 他对我说, 这水往东边之地流去, 必下到荒漠, 直流到海, 所发出来的水, 必流入海洋, 使水的医治, 这河水所到之处, 凡滋生的动物都必得活, 并且因这流来的水, 必有极多的鱼, 海水也得医治了, 这河水所到之处, 百物都必得活, 必有渔夫站在河岸上, 从引基底直到引以割连, 他们都必成为张网之处, 他们的鱼个从其类, 好像大海的鱼极其繁多, 只是泥泞之地与挖尸之处不得治好, 必为岩地, 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 必生长各类的树木, 其果可作食物, 叶子不貂残, 果子不消灭, 岸月必接新果子, 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 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 叶子乃为良药,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照地的境界, 按以色列十二支派承受地叶, 约瑟必得两分, 你们承受这地位叶, 要彼此均分, 因为我曾举手, 要将这的赐予你们的列祖, 这的必归你们位叶, 向北之地的四界乃是如此, 从大海往西特伦, 如同人去西达达一样, 又往哈马, 比罗他, 西伯连, 西伯连在大马士革与哈马两界中间, 到浩兰边界的哈萨哈提干, 这样, 境界从海边往哈萨, 以南, 大马士革的地界, 和北边并以哈马的位界, 这是北界, 至于东界, 你们要从浩兰, 从大马士革, 从基列, 从约旦河旁的以色列地, 从边界梁到东海, 这是东界, 南界是从他马到加迪斯争闹的水, 从河直到大海, 这是南界, 西界也就是从南界的大海, 直到人越到哈马对面之地, 这是西界, 你们要按照以色列的支派, 彼此分这地, 要按千分这地位业, 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 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 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 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的的业, 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 你们就在那里分给他地业,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以西节书第48章, 众之派安明所得之地记在下面, 从北头到往西特伦的境界, 就像人往哈马, 大马是隔北界的哈萨, 以南直到哈马的境界, 这些都是东西的边界, 是但所得的一份, 挨着但的地界, 从东到西, 是亚舍所得的一份, 挨着亚舍的地界, 从东到西, 是拿弗塔利所得的一份, 挨着拿弗塔利的地界, 从东到西, 是马拿西所得的一份, 挨着马拿西的地界, 从东到西, 是以法连所得的一份, 挨着以法连的地界, 从东到西, 是吕辩所得的一份, 挨着吕辩的地界, 从东到西, 是犹大所得的一份, 挨着犹大的地界, 从东到西, 必有你们所当现的工地, 宽二万五千干, 从东界到西界, 长短与各分之地相同, 圣所当在其中, 你们献予, 耶和华的贡地, 要长二万五千干, 宽一万干, 这圣贡地, 要归于祭司, 北长二万五千干, 西宽一万干, 东宽一万干, 南长二万五千干, 耶和华的圣所当在其中, 这地要归于撒都的子孙中, 成为圣的祭司, 就是那首我所嘱咐的, 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 他们不向那些立位人走迷了, 这所献的贡地, 必归于他们, 是全地中制圣的, 贡地挨住立位人的地界, 立位人所得的地要长二万五千干, 宽一万干, 与祭司的地界相对, 都长二万五千干, 宽一万干, 这地不可卖, 不可换, 出属之物, 也不可归于别人, 因为是归, 耶和华为圣的, 与这二万五千干相对, 所剩下五千干宽之地要为俗地, 作为造成盖房郊野之地, 城要在当中, 城的尺寸乃是如此, 北面四千五百干, 南面四千五百干, 东面四千五百干, 西面四千五百干, 城外的郊野向北二百五十干, 向南二百五十干, 向东二百五十干, 向西二百五十干, 对着圣贡地的余地, 东长一万干, 西长一万干, 要与圣工地相对, 其中的土产, 要做服侍这城之人的食物, 所有以色列之派中, 凡服侍这城的, 都要服侍这地, 您所献的圣贡地连归城之地, 是四方的, 长二万五千干, 宽二万五千干, 圣贡德连归城之地, 两边的余地要归于亡, 工地东边, 南北二万五千种, 东至东界, 西边南北二万五千种, 西至西界, 与各分之地相对, 都要归亡, 圣贡列和殿的圣索要在其中, 并且立位仁之地, 与归城之地的东西两边延长之地, 这两的在王地中间, 就是在由大河遍雅敏两界中间, 要归与亡, 论到其余的支派, 从东到西, 为遍雅敏所得的分, 挨着遍雅敏的地界, 从东到西, 为西免所得的分, 挨着西免的地界, 从东到西, 是以萨加的一份, 挨着以萨加的地界, 从东到西, 是西部伦的一份, 挨着西部伦的地界, 从东到西, 是加德的一份, 加德地的南界, 是从他马到加低斯, 争闹的水, 沿急到河, 直向大海, 这就是你们, 要按千分给以色列支派, 为业之地, 乃是他们各支派所得之分,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在北面的出城之处, 亮的四千五百干, 城的各门, 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 北面有三门, 一位吕汴门, 一位游大门, 一位立位门, 东面四千五百干, 有三门, 一位约瑟门, 一位汴雅门, 一位淡门, 南面四千五百干, 有三门, 一位西缅门, 一位以萨加门, 一位西部伦门, 西面四千五百干, 有三门, 一位加德门, 一位亚舍门, 一位拿福塔利门, 城寺为梁的一万八千干, 从那日起, 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